可以听到声音的话,麻烦各位打一个1。 好,我都没有说要花,就各位同学送花了。 好,稍等哈,我把摄像头打开。 好,这有同学抢麦,这是什么情况?我在下面看到1,2,有同学是想要发言一下吗? 好,那我们准备上课了哈,各位同学下午好。 各位不小心上麦的同学苏彦哲还有这个Sherwin,你们看是不是吓一下啊? 好。 那各位下午好,我们就准备开始上课了,看到好多我之前见过的同学,在我们之前线上课里面,大家都比较熟了,都认识的同学。 那我也很开心在这个救命八百词的课程呢,又看到大家了。 好,那这个救命八百词呢,我先稍微说一说,怎么做可以拿到两个童话。 好,那这个救命八百词,因为各位同学之前一直冲刺班啊等等,各种呼声,所以呢,我们就应大家的呼声呢,我们又给大家开了下半部分。 这个课我先说一下哈,我在八月初的时候呢,曾经开了一个上半部分。 那我们上半部分的八百词呢,是把字母序应该都给大家创完了。 那,呃,字母序的这一块呢,当然有同学可能没有看上半部分。 所以呢,我想先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没有看到上半部分的同学打一个一呢? 哦,还挺多的呢,好好好,哎呦,天呐,好好好,我了解了,好,了解了,了解了。 第一次听八百词,好,感谢各位同学没有看上半部分就直接报了下半部分,你们也是够信任我的。 好,那,呃,是这样的,既然有这么多的同学都没有看过上半部分的,因此看来我们下半部分是星座序和节气序嘛。 星座序和节气序的话呢,我们还是开始稍微讲的慢一些,这样的话呢,呃,稍微帮助一下,没有看过上半部分的同学呢,进入状态。 另外同学,如果你已经看过上半部分的话呢,那,也隔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嘛,所以就大概帮你再回顾一下。 对,上次我们字母序没有讲完,字母序没有讲完,那我是想把它插在我们这节课的后面。 我们先从星座序开始讲,啊,上半部分现在是看不到的,现在我们有录屏,那我看一看, 那你争取,比如说在九月份的时候,或者和我们线上的同事呢,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录屏给大家放出来, 呃,没有看过的同学呢,再看一看。 好,这是关于上和下的问题,那8月25号之前呢,就是今天,明天和后天这三天呢, 我们连续三天呢,就会给大家串救命800次的下半部分,就星座序和节气序。 所以有同学如果是8月25号考试呢,我可以,呃,最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你先来听星座序和节气序哈, 因为你会发现这些考试它其实内容上会稍微有一些重合,就包括有同学你在听点词班, 我们今天晚上还有点词班,到了宾州班了,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单词它还是不断的重复的, 那就可见的ETS的这些题啊,比如说它一些爱考的题,它会不断不断的考, 所以呢,你可以先听星座序和节气序,那么前面的字母序呢, 你自己再背一背白天的时候再复习一下。 好,这是关于各位没有听前半部分的同学哈。 接下来呢,我们稍微说一下这个课程,刚刚我在上课之前呢, 我看到评论栏里有同学问说这个课是不是念单词呀, 把这个单词带着大家念一遍。 好,不是念单词啊,我们首先讲两块, 第一块呢,我们要讲一讲这个单词的记法, 这个是各位最关心的们记不住怎么办呢, 那我就来带着你记一记。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有了词你记住了, 可是你不知道它怎么考,你只是记了一个意思, 然后又记了一个中文意思,那这有什么用呢? 这你在考试里面你还是选不出来啊, 我们说要背单词的话,你背到一个最高的境界, 就是我说一个单词,你在两秒钟之内能反映出来一个它的同意思, 反映出来它的一个反意思,这样的话, 你这个单词的记忆才是有效的,你得知道它的考法。 所以在每个单词后面呢,我们会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考法, 那么会给大家讲一讲,讲一个小段子啊, 然后这样呢,就帮助你记忆。 这个是我们这个单词的一个整体的讲的一个结构。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课程呢,稍微做一点说明。 像宾州班,为什么叫宾州? 看心情吧,我们我们起州名都是看心情, 都是在北京讲的,都是在北京中关村SOHO讲的。 好,我们看一看这个课程对大家的一些要求哈。 首先第一个呢,有关于课程和书籍的各种问题呢, 请在讨论区当中留言。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放心的, 就是我每次在下课之后呢, 我肯定会在晚上的时候再看一看我们各位同学的讨论区, 了解一下各位同学在学习里面啊, 或者背他指的一些困难, 包括对这个课程呢,有一些疑问。 那么如果说各位有各种问题, 你就可以在讨论区里面进行讨论, 或者你可以at我也可以, 你可以at助教也可以, 那么在课上的时候呢, 你就先听,你就先不要刷屏了, 因为大家要是在评论里面聊起来了, 那这就很麻烦了。 所以呢,你要是想买书啊, 或者关于这个课程里面某个单词你不太清楚啊, 你就在讨论区里面留言, 这个是第一块。 第二块呢,就是给各位强调一下, 这个课非常重要的是, 你光听我给你串一遍, 你是啥也记不住的, 因为我们后面的语速呢, 就会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快了, 那内容当然也会提速, 所以呢, 最最重要的就是你在课下的时候一定要去复习, 那么上课和复习的时间呢, 这两个时间的配比要达到1比1, 也就是说我上课的时候呢, 是讲两个小时, 那各位在课下之后呢, 你至少要花两个小时, 甚至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来把我刚刚给你上课的这些内容呢, 梳理一遍, 那这个梳理的过程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你自己回顾的过程, 我讲完了一遍, 正好你趁着打铁呢, 也就把它记下来了, 如果你你就放下了, 那我明天再给你讲一遍, 可能又有新的内容, 新的知识, 那你这一块, 你这个单词就彻底也记不住了, 或者你记着记着你就记混了, 这个是最麻烦的, 最麻烦的还不是你这个单词不认识, 最麻烦的就是你就记混了, 所以呢, 尽快复习, 最迟最迟也是第二天早上复习, 好, 这是第二个关于复习, 第三个呢, 你复习怎么复习呢, 当然就是要整理笔记了, 我们在课上呢, 上次课我在800次串讲的上, 上的时候呢, 我是上传了一个PDF, 但这个PDF我发现了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字啊特别的小, 所以我在上面敲字的时候, 敲笔记的时候好的东西看不清楚, 那这个就很麻烦嘛, 所以呢, 这一次呢, 我们就直接把讲义发给大家了, 那助教呢, 你可以再传一下链接, 或者各位同学没有拿到讲义了, 再问一问助教, 那因此呢, 各位在上课的时候呢, 你就把你那个电子版的讲义就放在旁边, 如果你有书的话呢, 就把这个书放在旁边, 那我在课上的时候呢, 我就会把补充的单词啊补充的一些知识点, 我就敲在白板上,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记在书的旁边, 你也可以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那关键的就是你在复习的时候呢, 要把自己的笔记做一个整理, 整理笔记之后呢, 为了给你有点动力, 你可以打卡, 那么打卡怎么办呢, 就at我们的微博, 再要你命3000, 就这个是我们的官方微博, 另外呢, 你也可以at我本人啊, 我的微博名字就是思宁smiling, 你可以搜一下, 那你at我呢, 我就看到了, 那笔记整理了之后呢, 优秀的笔记, 我们是会有一个小奖励的, 所以呢, 建议大家, 这个是先到先得啊, 奖励十个人, 十个同学, 所以呢, 建议大家, 在下课之后呢, 你马上就开始整理笔记, 整理完了之后呢, 你就上传到微博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at我, 这样你at我呢, 我就能看得到,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奖品, 就是我们的12弱项笔记本, 12弱项笔记本呢, 我们会随机发出三个颜色, 我现在手边没有, 我今天这个教室光线也不太好, 那明天呢, 我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 那个12弱项的笔记本, 笔记是不是来不及手写, 来不及手写啊, 所以你下课的时候, 你要复习整理嘛, 或者你可以用电脑敲, 那么12弱项的笔记本, 总之我们有12个颜色嘛, 那个明天光线好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稍微做一个展示, 有粉色的呀, 红色的呀, 绿色的等等, 各种各样的颜色, 挺好看的, 跟我们的彩虹书系列是一样的, 好,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要提示大家, 每天呢, 我都会选10个同学, 可以选颜色, 我住隔壁, 我姓王, 王同学, 伸手党, 伸手党, 可以选颜色, 你想要什么样的颜色, 你就写在你的需求旁边, 然后按着我就行了, 那我看到的时候呢, 你那个笔记整理的特别好, 那当然我们也会满足你一个要求, 好的笔记呢, 我也希望晒出来, 分享给大家, 这样呢, 各位共同进步嘛, 好, 草原色, 原谅色是吗, 我们有原谅色, 好, 这个就是开课前的一些课程内容上的说明,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说完了, 说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迅速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内容, 我们就不再多废话了哈, 各位同学啊, 这个整理笔记呢, 我没有形式上的要求, 你要记在书上也可以, 因为上一次我们在白白词的上半部分的时候, 就有同学记在了书上, 但是你要确保你那个笔记啊, 是比较整洁的, 比较清楚的, 比较全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起来呢, 特别的赏心悦目, 那当然你这个笔记呢, 就是一个优秀的笔记了, 所以呢, 纸质版和电子版都可以哈, 那各位就踊跃的记吧, 好, 那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始了, 上次呢, 我们确实是差几个字母没有讲完, 差几个字母呢, 我会把它穿插到我们这个课的后面, 所以呢, 我们看后面的进度和时间重点的单词呢, 核心的词汇肯定都是要给大家讲的, 那有一些重复的东西呢, 我们后面可能就剔除掉了, 所以后面呢, 就会越讲越快一些, 好, 那各位要是准备好呢, 我们就把书打开, 我这手边有一本书, 我们就打开白杨座的第一个section, 大家会发现呢, 后面两个第一个星座序嘛, 第二个是节气序, 这两个呢, 都是按照星座和节气命名的, 八百词这个书一共多少个词啊, 这也是各位同学比较常问的一个问题, 八百词呢, 不止八百词, 为啥一共加起来呢, 有三千六百多个词, 为啥要叫八百词呢,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再要你命三千, 所以呢, 就不能再说什么什么, 再再要你命三千六, 这个就太吓人了, 那另外呢, 这个八百词是我们根据点词班历年的, 三年的点词班整理出来的嘛, 所以呢, 算一算, 把重复的删掉, 把重复的删掉呢, 还剩大概一千多个一千五百左右词吧, 但是我要写一个一千五百词, 那这这时候你就说, 这是救命吗, 还是要命呢, 所以呢, 我们就取了一个虚数, 叫救命八百词嘛, 开始呢, 本来高老师还起个名字, 说叫续命八百词, 我说续命八百词, 这个书能出吗, 所以呢, 就改成了救命八百词, 好, 太暴力了, 好, XYZ, 我说了, 如果是参加过我们上一次, 救命八百词的同学呢, XYZ, 我们会插到后面来讲, 所以你先不用着急, 因为有第一次听课的同学嘛, 所以我们就先按照星座序和节气序来讲, 我们先看白羊座的第一个section, 第一个section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词, Lucidity, Lucidity这个解释呢, 就是清晰, 做名词叫Clarity, 它其实来自于形容词叫Lucid, Lucid这个词呢, 就叫清晰的, 这个清晰的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 就是那种透明, 你要去查, 尾试呢, 它已经解释了一个叫做透明, 就指的是比如说大气候特别好, 不受污染, 这个可以叫做Lucid Atmosphere, 那比如说呢,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你解释特别清晰, 这个东西文章特别清晰, 脉络特别清晰, 这个就可以叫做Lucid Exclamation, 清晰的解释嘛, 所以它的同一词, 其实就是clear, 它是一个正面词, 那和它一起进的呢, 还有一个动词叫做elucidate, 这个elucidate这个词的意思呢, 叫解释阐明, 这叫做clearly speaking, 所以它的同一词呢, 一般就是articulate, articulate, 还有一个叫做enunciate, 这都是同一词, 所以这些词呢, 搭配到一起, 都叫清晰的说, 清晰的解释, 好, 这是第一个叫lucidity, 第二个词呢, 叫riven by, 那这riven by呢,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分词形式, 它其实它的原型就应该是rive, 那这个rive呢, 它本意就切开, 把什么东西匹开, 匹成两半, 那匹成两半呢, 隐身意就是分裂, 所以呢, 比如说分裂正党, 这个就叫做riven by, 比如说被一种敌意所分裂, 这个就可以叫做riven by animus, 那rive呢, 其实本意就是break up, 就是分开嘛, 切开, 好, 再接下来看下面一个词contentious, contentious这个词实在是太好了, 这个叫引发争论的, 或者叫做有争议的, 这个contentious怎么进呢, 它来自于content, 给大家写一下content的, content的这个词呢,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叫竞赛嘛, content竞争, 所以呢, 有content就变成了contentious, 爱竞争的, 就是爱争议的嘛, 那再接下来呢, enunciate, 把o去掉啊, enunciate, 好, 那再接下来呢, content还有一个意思, 就比如说如果后面加了that, 那就叫做认为, 就相当于argue, 比如说content that, argue that, suggest that, 这你都翻译成我觉得, maintain that, 它就跟竞争没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这个content呢, 有两个意思, 一个叫做认为, 一个觉得, 另外一个呢, 就叫做竞争, 那由竞争引申出来, 意思爱竞争嘛, contentious就是爱争议的, 另外还有一个词, 大家千万不要搞混, 叫做content, content这个词呢, 叫满意, 所以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区分开,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词啊, founder这个词呢, 就叫失败, 相当于fail, 这个注意啊, 这个词特别爱考, 基本上只要在选项里面, 见到founder呢, 十有八九就是同一词, 就表示失败, 另外呢, 你注意他不考的是什么国父啊, 奠基人, 不是那个意思, 那比如说他的职业就失败了, 那就可以直接说hercareer, founder, 就直接加hercareer, founder就可以了, 记住他等于fail,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词, ambivalent, ambivalent呢, 这个前面有一个ambi, ambi这个就叫做两边的, 两边四周, 所以呢, ambivalent就叫做心情, 就是很纠结, 情感很矛盾, 那比如说ambivalent attitude, 这个就可以叫做矛盾的态度, 比如对这个东西又爱又恨, 那这种态度就可以叫做ambivalent, 那再比如说有一个跟他长得特别像的词, 这个ambivalent就让人想到另外一个词, 叫ambiguous, ambiguous这个词也跟模糊有关系, 它叫模棱两可不确定, 相当于unclear, 那这个ambiguous呢, 它大多数的是形容比如说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结论, 那这个可以叫做ambiguous, ambiguous problem, 那ambivalent它更多指的是一个人的心情, 就比如说我们三二五上有个讲义, 说这个人对大海的感情就特别的矛盾纠结, 这个可以叫做ambivalent, 注意一下他俩的差别, 那ambiguous呢, 它经常搭配在一起考同一词的, 我们后面也会见到, 叫equivocal, 都叫模棱两可不确定, 好, 再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个词, adulating, 这个adulating它其实就来自于adulate, adulate, 这个adulate呢叫做拍马屁, 这个怎么记呢, 你看它其实就来自于adult, adult那个大家都认为叫成年, 成年人一般就越长, 就越会说好话了嘛, 越会拍马屁了, 所以adulate就是拍马屁的意思, 那adulating的做形容词就是拍马屁的, 那好, 跟它有一个词长得特别像的, 叫做adulterate, adulterate这个词, 注意千万不要弄混啊, 这个adulterate呢叫掺杂的, 就指的是not pure, 就掺杂一些杂质, 弄金属啊, 你掺杂一些杂质, 所以它的同一词呢, 其实alloy, 就合金那个词, 这两个长得有点像啊, 大家千万不能别弄混, 好, 这是adulating叫拍马屁的, 接下来再看下面importance, 这没啥可说, 再看下面comprice, comprice这个表是包含, 相当于make up to, be made up of, 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没啥障碍, 但comprice怎么用呢,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课包含了六个小时, 那你就可以说the class comprises six hours, 就直接用就行了, 或者呢, 你要是比如说有人考雅思在写那个图表题, 就可以叫做comprice a large portion, 就占一个很大的一个分量, 这个就是comprice, 好,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unaware of, 这个unaware of就来自为aware, aware叫有意识吗, unaware of没意识到, 再加来看下面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词, 叫做belie, belie我把它写一下, belie, belie呢, 它叫做掩藏掩盖, 相当于mask, 那一般这个填空题里面呢, 各位听过我们填空题就知道, 如果填空题里面出现了belie, 那就意味着前后有取反的东西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笑容掩盖了悲伤, 这个就叫sorry, smile, belie's sorrow, 这个就笑容掩盖了悲伤嘛, 那么和belie一样的词, 除了mask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做vail, 另外还有一个呢, 常考的叫做cloak, 这个vail呢, 本意叫做面纱, 面纱也是把你的脸蒙起来嘛, 所以它也有掩盖的意思, 它和belie的考法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上过325, 同学还记不记得结盘测试里面有一道题, 说这个人呢, 表面上的顺从就掩盖了, 其实他内心特别的不顺从, 那个时候那个题的方向导号就是vail, 前面就是听话, 掩盖了不听话, 好,cloak这个词呢, 本意叫抖篷, 那抖篷劈起来不也是掩盖吗, 所以cloak也是掩盖的意思, 所以belie, vail和cloak, 大家可以放在一起记, 好,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这个lapse, 这个lapse比较难记, 啥意思呢, 要疏忽小错误, little error, 它做动词呢, 这个动词比较, 大家要注意哈, 动词的意思叫做decline, 叫做下降, 衰退, 那这个lapse呢, 就让大家想到一个词叫做collapse, 这么写, collapse, 你看collapse, col做前缀, 其实就是con的因变嘛, 它叫做一起, 就一起衰退, 一起衰退, 那整个就崩塌了嘛, 所以collapse就是要彻底崩塌, 彻底的失败,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collapse呢, 就来记记这个lapse, 就是你要是疏忽太多了呢, 你就彻底就搞砸了, 就变collapse,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几个六选二哈, 六选二这个有输的同学, 或者有电子版的同学, 你可以看一下, 标黑体的是正确选项, 但你知道六选二不是选两对同一词吗, 那有的时候这个体里面的可能同一词不止一对, 所以呢, 没有比较黑体的呢, 就是另外一对打酱油的同一词, 我们先来看一看assert和maintain, 这个assert和maintain, 其实在上半部分这两个词出现好多次了, assert和maintain后面通常都跟dat叫坚定认为, 所以你看我们后面给的英文解释叫declare forcefully, 不是光认为啊, 就坚定的认为, 比如说I assert that什么什么, I maintain that什么什么, 就我特别有信心认为这个事是对的, 好, 那assert这个词呢, 它有一个形容词的形式叫assertive, assertive字面意思叫坚定认为的, 坚定认为的呢, 你就是有自信的呗, 特别有自信, 这个叫assertive, 所以你要在前面加一个self, selfassertive, 这个就叫自信心爆棚, 特别自信, 特别特别, 相当于superconfident, 好, 这个是assert,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个concede和grant, 这两个词的意思呢, 都叫承认啊, 让步, 比如说有一个词叫做take something for granted, 就认为某个事理所当然, 承认某个事是对的嘛, 就可以叫take something for granted, 那再接下来看前面这个concede怎么进, 你看cd做词根呢, 就表着跑, 那前面con呢, 做前置表一起, 自信心看向一起跑, 向一起跑, 就是大家都各让一步呗, concede, 好, 接下来看下面这一对叫insufficient和minger, 这个insufficient不说了, sufficient叫足够, insufficient就不够, 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说minger, minger这个呢, 你要去查字典, 他给你解释叫做少量且略质, 那这个解释也太灰色了, 所以我们一般计呢, 就计少的可怜的, 这个叫minger, 这个指的是, 比如说有的人呢, 他减肥, 可能他就吃几片面包啊, 吃个牛奶, 就特别特别简陋, 这个可以叫minger, 另外呢, 有的人收入特别少, 收入特别微薄, 这个就可以叫做minger income, 就是很少, 少量且可怜, 所以我们给大家解释就是不足的嘛, 相当于deficient, 好, 接下来看下面一对, 叫做rudimentary和animentary, 这个rudimentary呢, 其实就来自于rude, RUD做词的比较基本, 比如说有个词嘛, 就是rude, RUDE, RUDE, 这个词不就叫做, 野蛮, 那么野蛮就是你这人怎么那么基本, 那么原始啊, 一点礼貌都不懂, 所以呢, rudimentary就叫做基础的基本的, 那下面这个elementary也叫基本的, 那么elementary school不就小学生嘛,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表示阻碍的词, 表示阻碍的词, ETS可太考了, 这里面呢, 给的一对叫做hinder和inhibit, 这两个词都叫阻碍, 我们给的英文翻译的就是imped, imped也是特别爱考的, 那除此之外呢, 再给大家写几个, 表示阻碍的词, 首先第一个叫做hamstring, hamstring这个词我们后面还会再见到它, hamstring这个, 你看ham做词根就表示腿, 比如说ham你吃那个火腿就是ham嘛, 所以它其实就表示小腿, 这个string呢就表示绳子, 那绳子是干嘛的, 不就是束缚你的嘛, 所以这个词字面意思看就是用绳子把你的腿绑上, 绑上不就是束缚吗, 所以hamstring就是束缚的意思, 还有同学写的hamper, 这个hamper也跟ham有关系, 这个也叫束缚, 再有呢, 我们后面还会遇到一个词叫做incumber, 我现在在这写一写哈, incumber, 这也叫束缚, 所以这些词呢都叫做阻碍束缚的意思, 都相当于imped, 好, 那这个就是白羊座的这个section, 我们就说完了, 那这个section里面, 大家发现其实需要你记的词还挺多的, 比如什么lucidity, riven, fonder, contentious, ambivalent, idolating, 什么什么belie, lapse, 什么assert, minjer等等等等, 这都是JRE考试特别特别爱考的词, 所以大家都得记一记哈, 另外呢, 你会发现我们给大家写的那个英文解释, 那个英文解释是你在任何字典里面都查不到的, 那个纯粹是凭经验写出来的, 后面的英文解释怎么写的呢, 就是根据大委是我们查一查, 给大家找了一个最贴近考法意思的解释, 另外呢, 有的词你会发现, 我那个英文解释写的可能比原词还要难一些, 那个就是因为在六选二里面, 或者在题目里面做强词的时候, 他俩经常搭配在一起考, 所以各位同学, 英文解释呢, 也一定要多看一看, 好, 那这个section呢, 我们就搞定了, 我们说完了之后呢, 我们接着说下一个section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section, 下一个section就是白杨座的第二个section, 这里面第一个词呢, 叫做rare, 这个rare这个词, 你自己之前四六集就背过了, 大家背的意思五花八门, 那基本上在JRE考试里面, 他的考法有两个, 第一个是说这个东西特别稀少, 比如说地球上面有某种稀有的元素, 这个可以叫做rare element, 那再比如说他还有一种考法, 就可以说的是这个事呢, 发生的频率很低, 不怎么发生, 就你老不来上课, 那你今天来上课, 终于你真是个稀课, 这个可以叫做rare, 相当于infrequent, 所以一般考的考这两个, 第一个是元素的少量, 再有另外一个就是不频繁,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个simplify, simplify叫简化, 这个就来自于simple, 这个没啥可说的, 接下来再往下看这个innocuous, innocuous同一词就是harmless, 叫无害的, 那注意一下, 它有一个同一词, 这个各位可能不太知道, 叫unobjectionable, unobjectionable, 这个在六选二里面, unobjectionable和innocuous, 它是考过同一词的, 它俩为啥能做同一词呢, 你看unobjectionable, 这个objection叫反对嘛, 那unobjection就是不反对,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我说make an unobjectionable remark, 就做出一个不反对的评价, 那你说不反对的评价是啥评价呢, 就是白开水一般的评价, 就是可有可无的评价, 就比如说你说老师啊, 你这个单, 这个单词我都记不住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就叹一口气说, 哎呀, 继续努力吧, 那这种话呢, 就属于说了跟没说一样, 这个就叫做unobjectionable, 就叫做innocuous, 好, 这叫无害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个bainful, bainful这个就叫有害的, 有害的这个词呢, 就来自于bain, b-a-n-e, bain呢叫祸根嘛, 那他有一个跟他长得特别像的词, 叫做boon, 正好是一堆反义词, boon and bain, 这个boon呢叫祸根, bain呢叫福气, 叫幸运, 相当于luck, 所以呢你看, 这俩怎么记呢, 就比如说你25号要考试了, 那我们正好24号23号22号开了一个点词班, 开了一个840, 这个呢就叫做boon, 那我们要不开呢, 这个就叫做bain, 所以一个是福音, 一个是噩耗, 那bainful呢就是有害的, 就是harmful,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对啊, 下一组disinclination, 先说这个disinclination, 这个也特别爱考, disinclination呢把dis去掉了, 就是inclined, 就是倾向于做某事, inclined to do something, 这个词呢本应和斜坡有关嘛, 就像你身体, 比如像你倾斜了, 那这个就叫inclined, 就倾向于喜欢嘛, 那inclined呢, 他经常会搭配考的一对同一词, 就是be kin on, be kin on, be inclined to和be kin on, 他经常会放在一起考同一词, 那disinclination呢就是不愿意不喜欢, 就是unwillingness嘛,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词, 我得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disposed to, 这个词, 这个词呢很多东西看到前面有一个dis, 觉得这是个否定前缀了, 实际上不是的, disposed to就表示喜欢做某事, 你不要管disposed本意是啥, 它跟to搭配在一起的时候, 就像那be kin on, 或者be inclined to, 这个一定要记住, 好, 这个是关于disinclination, 接下来我们来看kello, kello这个词呢叫不成熟的, 所谓这个不成熟, 就是没经验, 就是naive, 所以它的同一词呢, 其实你就把它记成inexperienced就行了, 没经验, 或者叫journa, 就是小学生啊, 就那种, 特别单纯, 不成熟, 好, 那它的反义词你要记一个呢, 就是experienced, 或者叫做season, 就这个字啊, 季节, season, 你季节嘛, 经历很多了, 那你说不你这人很有经验呢, 所以它和season和kello, 可能放在一起考同一词, 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说几个和kello长得特别像的字, 也特别容易记错, 首先这个kello,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叫做kello, 两个kello, 先说第一个kello, 第一个kello叫做冷漠的, 就对这个事儿呢特别不关心, 相当于unconcern的, 或者叫indifferent, 这个叫kello, 第二个这个kello呢, 和kello长得特别像的这个, 它叫做老简, 就是你比如说, 有同学练钢琴, 或者练小琪琴, 你的手指上可能会有老简嘛, 或者你握笔的姿势不对啊, 手上也会有减, 这个都叫kello, 所以你注意区分一下, kello, L-O-U-S, L-U-S, 还有kello, 这三个词区别别弄火了, 再接下来看下面一组, 下面一组没有什么难度, disorganize, 这个叫混乱的, chaotic这个也叫混乱的,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disorder, 这都叫混乱的, 相当于mix, 啥啥都混在一块, 那在接下来呢, 它的反义词就应该是有秩序的, 什么order的呀, organize, 这里面稍微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混乱的, 我们给大家写的一个同一词就是confused, 这个confused呢, 你要听过我们之前的字母训, 你就会发现字母训, 或你没听过, 你可以翻一翻, 这个书的第一本, 的第一个词就是confused, confused这个除了表示这个事令我困惑之外, 它就可以表示大杂烩, 啥啥都混一块, 比如说你弄一个跳蚤市场, 这个可以叫做confused market, 这个注意啊, 是它的一个另外一个考法,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的词, energy这没啥可说, 就表示经历嘛, 接下来再看下面这个flush with, 这个词叫做充满, 你看它的前缀FLU, FLU做词根就表示流, 流动, 表示水流啊, 它就来自于flow, 比如说你说流感叫做flow嘛, 它也是流起来的, 另外呢, 比如我要再让你说一个词带FLU的, 你可能就说的是fluent, fluent叫行云流水流利嘛, 也跟水流有关系, 那除此之外呢, 和它同意的还有几个词, 对, 我同时在这写一个reflute, reflute也是, 另外呢, 还有一个infuse可不是啊, infuse不是, infuse混一块, 另外一个呢, 比较常考的, 还有一个叫做fraught, fraught, replete, 另外有一个叫做team, 这几个词经常放在一起考, 它后面会加一个with, 都表示充满, 这个fraught with呢, 大家比较熟悉, 我们就不说了, 接下来这个team with, team可不叫对务, 它放在题目里面, 放在选项里面, 它就表示量多充满, 再接下来这个replete, replete这个词怎么记呢, 你看, ple做四根的表示装, 相当于feel, 装满嘛, 装, 那你前缀呢re表示again, 所以字面意思看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装, 一次又一次的装, 就是充满嘛, 所以replete表示大量, 所以其实它的考法呢, 就是负, 就比如说美国人说话呢, 他说吃饱了, 他就说m负, 但英国人呢, 可能格调稍微高一点, 他就说mreplete, 那和replete长得特别像的, 还有一个词叫做deplete, 就你把前缀换, 前面换成第一, deplete呢, 第一座前缀表分开嘛, apart远离, 所以字面意思看就远离, 就是不装了, 不装了, 就是耗尽了呗, 好, 所以这个大家记一记啊, 就这四个词, 你一定要脱口而出, flush with, fraught with, replete with和team with, flush做动词, 还有冲刷的意思, 冲厕所嘛, 叫flush the toilet, 好, 那这个我们就说完了, 接下来再看tdm, tdm这个没啥, 没啥可记的, boring, 就是特别特别无聊, 那只不过是一个boring的高级说法, 再接下来看下面这一组, exactitude和meticulousness, 这两个词的意思都表示极其认真仔细, 看我们后面给你写一个extremely careful, 这个exactitude它就来自于exact, exact就是精确嘛, 那还有一个词叫做exacting, 就直接加了一个ng, 这个exacting也可以表示严肃严谨认真, 一丝不苟, 那另外还有一个词叫做punkteleus, 没评错, punkteleus, 这个词也叫做特别认真, 一丝不苟, scrupulous也表示特别认真, 一丝不苟, 这都表示很认真, 很认真, extremely careful,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下面一组denounce, nounce就表示宣称嘛, de就表示向下, 向下宣称, 当然就骂你了, 所以denounce和lambus都叫严厉谴责的意思, 这个lambus我们说一说, 它这个词不好记, 就是它的词根呢, 你找到了, 你也没法记, 词根也比较陌生, 但是呢, 你去查大伟师, 他给你做了一个解释, 就是lambus的啥意思呢, 就是beat, 就是打败, 它的本意就是完爆某个人, 完虐某个人, 那衍生意思呢, 就是你完爆他了, 那就可以骂他了呗, 所以呢, lambus就是criticize harshly, 就是严厉谴责, 所以denounce和lambus, 大家可以放在一起记, 另外还有一个词, 也表示谴责的意思, 叫sensor, 对,decry也叫谴责, 还有一个词叫sensor, sensor也叫谴责, cnsure, sensor, 这个词, 比较严厉斥责,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对, sunction和indorse, 这个indorse没啥可说的, indorse你用door都可以记, 你就倚在门上, 当然你就有支持了, 所以indorse呢, 就是支持, 支持, 那接下来呢, 重点说一说这个sanction, sanction这个词呢, 各位要是经常去看一些英文的报纸, 基本上它都表示制裁的意思, put a sanction on something, 就是又制裁某个国家了, 但是你注意哈, 在JRE考试里面, sanction从来没有考过制裁的意思, 所以你就可以不用记了, sanction就叫支持, 就是做动词就叫支持, 相当于support, 好, 那有同学问说sensor是审查并删除, sensor就是删除, 不要记审查了, 审查那个翻译特别的不好, 让你想起了广电总局, sensor我写一下, sensor就是删除相当于delete, 它考的话就考delete, 然后这个sensor呢, 相当叫做谴责指责, 好, 再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组, essential和indispensable, essential这个不用说了, 这个就来自于essence, essence就是你用的, 每天用那个什么脸部精华, 那个就可以叫essence, essential的就重要的, 接下来indispensable呢, 这个也叫不可缺少的, 就是重要的嘛, 这个indispensable, 我们稍微说一下, indispensable呢, indispensable, 你看一下这个词的拼法, 你看前面有一个in, 做否定前缀, 叫做不可缺少的, 不可缺少, 你要把这个in去掉, dispensable就可以缺少的, 所以呢, 它其实就来自于dispens, dispens那个词呢, 就叫分发, 分配, 比如说分发作业本, 这个可以叫做dispens,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section, 第二个section呢, 就结束了, 我们就讲完了, 这里面呢, 第二个section的词, 我也就不一说了, 除了特别简单, 像simplify, 这个不是我们JRE考试之外呢, 其他基本上都是JRE考试的常课, 常见,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个section, 我就稍微把这个屏幕清一清啊, 大家笔记要记得差不多的话, 你要是笔记还没有记好呢, 你就先拿一个相机, 把它拍下来, 拿手机拍下来, 下面再慢慢整理, 我就把这个页呢, 我就给它清空了, 对, 截屏, 非常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section, 第三个section, 这个section, 第一个词呢, 就是superficial, superficial没啥可说的, 这就表示肤浅的, ficial也表示肤浅的, 这不就跟脸有关系吗, 那比如说, superficial analysis, 就做一个肤浅的分析, 那再比如说呢,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露屏了, 露屏了, 不用担心, 维他命同学, 我现在录制着, 好, 再接下来呢, 这个肤浅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隐身的意思, 打个字母标号, 就是白羊座打一个标号是吗, 那我就这么打一下呗, 可以吗, 白羊座的三现在是, 那我就打一个标号吧, 好吧, 白羊座的三, 好, 我们接着说这个superficial, 我们接着说这个superficial, superficial就叫肤浅的, 这个肤浅, 第一个指的是你的理解很肤浅, 这个可以叫做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说法, 比如说, 我们之前的考法, 这两个东西的相似性很肤浅, 所谓相似性很肤浅, 就他俩就没什么相似性, 所以当时那个提考, 就是superficial similarity, 就啥意思, 比如说两个整容的人, 两个整容的人呢, 你看他俩长得很像, 你就觉得他俩是双胞胎了, 其实并不是, 本质上他俩没有什么基因的关系, 这就叫superficial similarity, 就表面上很像, 其实不一样, 好, 那比如说superficial connection, 就说的是没有联系, 所谓联系很肤浅, 其实就是没有啥联系, 接着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词, sacrophantic, sacrophantic这个词呢, 也特别特别的难记, 这也没啥可记的, 你就记一下它的同一词, 我们给的一个英文解释, 叫fonding, 就拍马屁的, 另外前面刚才不是讲了一个, 表示拍马屁的词, 叫adulation, 所以你可以用那个adulation和这个sacrophancy, 把它记在一起, 接下来再看下面这个indorse, indorse又出现了, 这个要支持同意, 相当于support, 接下来indispensable, 这没啥可说的, indispensable, 这个就要必不可少的, 这个indispensable,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吧, 稍微, 呃, pensable, 你看这个否定前缀不是in吗, in去掉之后就可以缺少的, 它来自于dispens, 刚才我们说了, 但是我要在dispens后面加一个with, dispenswith, 打一下, dispenswith呢, 字面意思看就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dispenswith的意思就是overlook, 它考过一个同意词在六选二里面, 叫做turn it back on, 这个turn it back on呢, 字面意思看就是我转过身来, 把后背对着你, 那不也是不搭理你吗, 所以dispenswith和turn it back on, 都有overlook, ignore啊, 这种意思,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词, unproductive, unproductive叫没有效果的, 这个productive啊, 大家对它的理解也不能太肤浅, produce叫生产, productive你看叫生产的, 这个生产的啥意思呢, 就指的是第一个有生产力的, 比如说这个土地特别肥沃, 这个可以叫做productive, 另外它还可以指, 比如说产量特别高啊, 比如说这个人特别能干, 这都可以叫productive, 比如说某个东西, 某个机器, 特别效率特别高, 这都可以叫做productive, 那unproductive就没啥用, 没啥效果, 和它放在一起考同意词的太多了, 比如productive的同意词, effective啊, efficient啊, 我能跟你说出一大串, efficacious啊, 都跟你效果有关系的, 但接下来呢, 有一个词稍微说一下的就是, expedient, expedient, 这个词呢, pd做词跟表示踏板, 表示脚, 比如说paddle, 就是脚踏板嘛, 那ex呢, 做前逐表是向外, 字边意思看就是往外卖腿, 往外卖腿的话, 其实就是加速的意思嘛, 所以expedient呢, 最初的意思叫快捷的, 后来隐身的意思就是方便的, 方便的再后来呢, 就变成了有用的有效, 我说这个东西特别方便的, 当然就指的是它特别有用了,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t去掉, 变成Cy, expedient C, expedient C, 这个就叫做方便, 权宜之计, 你要去查字典的话, 那这个权宜之计就比如说的是, 现在外面下雨, 下雨的时候我没带伞, 掏一个塑料袋的跑出去了, 这个可以叫做expedient C, 那expedient呢, 有用方便吗, 那inexpedient, 前面加一个否定前缀, I am inexpedient, 就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它和unproductive, 是一堆同一词,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表示没有效果的词呢, 就是factless, Factless, F-E-C做词根就表示做, 比如有个词叫做事实, 这个你总知道吧, fact就是把这事做了, 做了不就变成事实了吗, 所以factless呢, 后面加一个LESS, 否定了后缀, 就表示这事没做, 没做的话其实就是无能嘛, 就是说这个人无能, 或者说这个东西效率很低, 这都叫factless, 所以它都相当于unproductive, 再接下来看下面一个词, foster, foster这个叫促进, 这没啥可说的, 有一个词叫做poster, poster就是海报嘛, 你把海报贴出去, 其实就是宣传, 所以你可以凑合用poster来记记poster, 再接下来它有一个同一词, 这我们必须得跟大家说一下, 同一词就这么写啊, 叫spur, spur, spur, spur这个叫促进嘛, 就是马刺, 马刺不就是往前往前冲, 往前冲, 所以spur呢就是推进促进的意思, 它和poster在题里面打, 考过同一词, 好, 再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imposer, 打错了, 马刺就是那个篮球队嘛, 女生可能不知道,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个impatious, impatious这个词呢叫做冲动的, 所谓冲动的就是你做事, 你不过脑子, 就仓促的就下了一个结论, 这个叫做impatious, 就是你冲冲忙忙的, 你就把这个事做了, 就可以叫做impatious, 所以它是一个贬义词, 但这个翻译呢其实给的不太好, impulsive你可以凑过记一记, 但它基本上竟然搭配在一起考同一词, 还有一个叫做hasty, hasty这个也叫做匆忙的, 很草率的, 比如说draw a hasty conclusion, 就是下一个草率的结论, 那这个impatious呢, 它其实来自于impatious, impatious这个词叫做动力, 推动力, 刺激你嘛, 所以它的同一词其实就是stimulus, 这都叫刺激啊, 动力的意思, stimulate不是也叫促进你做什么事吗, 好, 那这几个呢, 大家可以打包放在一起稍微记一记, 再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obvious, obvious这没啥可说, 就是显而易见, 但这个显而易见呢, 各位一定要知道它的用法, 比如说我现在做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 我就说这个地球是圆的, 那这个结论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就可以说the conclusion is obvious, 那或者可以说the fact is obvious, 这都叫显而易见很清楚, 就不用做解释, 好, 接下来啊, circumpect很low, 看穿了, 眼神差, 眼神差,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先往下说, 我们最后再说circumpect, 等会再说circumpect啊, 看下面这个follow, follow就是遵守嘛, 相当于obay follow once rule, 就是遵守规则, 再接下来看下面这个revolutionary, revolutionary记住啊, 大家别被那个revolution就革命, 他那个翻译给带跑, revolution呢, 中文翻译叫革命, 其实这个翻译特别不好, 让你觉得古大仇深的, revolution其实就是一个改变, a huge change,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 做出一个巨大改变的意思, 那revolutionary呢, 就是做出巨大改变的, 那在那个题里面, 我不知道各位做不做, 这个三共同学, 年做过的话, 你应该有印象, 他考的同一词是transformative, 就是这个结论呢, 在当年是非常有改变性的, 意义的, 这个叫做transformative conclusion, transformative idea, 什么之类的,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积极这个revolution的用法, revolution以后不要再接革命了, 就是causing huge change, 好, 最近我们说一说circumspec, circumspec这个词呢, 叫谨慎的, 眼神差, 眼神差就给跳过去了, spec这个词来自spec, spec就表示看, spec呢, 比如说有一个词叫做spec-ticle, spec-ticle, spec-ticle叫镜片嘛, 望远镜的镜片叫spec-ticle, 所以spec表示看, 那circum表示画圈嘛, 它其实就来自于circle, 那circumspec就是画圈, 环顾左右, 环顾左右就是谨慎嘛, 所以呢circumspec就是谨慎的意思, 相当于careful, 好, 这个我们circumspec就说完了, 它和前面这个impact正好是一对对立, 就是冲动的和谨慎的, 正好是一对对立, 接下来我们看六选二了, 六选二首先第一个这个endemic和native, 这两个词的意思都叫本土的endemic呢, 它其实来自于demic, 这个demic就表示人民跟人有关系, 跟people有关系, 这个你又不用记它的词根了, 前面这个en呢就表示来来来来, 来到人群人民当中来, 那不就是本土的意思吗, native吗, 好, 那还有几个词呢, 也和demic有关系, 第一个叫做epidemic, 还有一个呢, 叫做pandemic, 这么写吧, 对, epidemic, pandemic, endemic, 这三个词大家可别记录了, 这个epidemic, 其实和pandemic这两词意思差不多, 都要流行的意思, pandemic就要流行病, epidemic也叫流行的, 但这个流行的, 它可不是popular的意思, 它一般后面跟的是一个负品价, 流行病啊, 什么流行的一些问题啊, 比如说什么epidemic crime啊, 等等等等的, 好, 这个我们就说完了, 接下来native, native就是本土的嘛, 还有一个词也叫本土的, 叫indigenous, indigenous, 这都叫本土的, 好, 再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两个都是同一词, 首先第一都是utilitarian和functional, 这两个词啊, 你要去查字眼给你翻译一个什么什么叫做实用主, 什么什么实用主义, 不是啊, 其实这个词呢就是实用的, 就是有用的, 所谓实用的呢, 就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个建筑设计的特别丑, 这个东西设计的特别丑, 但是呢, 它特别有用, 这个就可以叫做utilitarian, ugly but utilitarian, indigenous, 拼错了, 哦对, gen, 还着急拼错, gen, indigenous, 好, 所以这个utilitarian和functional, 其实它就是practical, 就是实用的意思, 再接下来看下面这一对, decorative和honormental, 这个decorative不用说了, 就来自于decorate, 这个大家都知道, 说一说honormental, honormental呢其实来自于honorment, 这个orn做词跟这本是装饰的意思, 比如有个词叫做ador, A-D-O-R-N, A-D-O, A-D-O-R-N不就装饰吗, 不是也有orn吗, 所以你可以就要, 你可以用ador来记, 以及这个ornament, 都叫装饰的, 装饰的其实就是没啥实际意义, 就是not practical, 接下来再看下面几个表示下降的词, 一个叫做win, 一个叫decline, decline不用说了, 这个大家都很熟, 说一说这个win, win本意就表示越缺, 越有阴晴源, 就越量变小了, 越缺嘛, 所以就是下降, 另外还有一些表示下降的词, 比如说这个, ab, 还有另外一个呢, 叫flag, ab这个词本来意思叫退潮, 但其实在JRE里面考法就是下降, 退潮就是潮水往后走嘛, 所以它也是下降的意思, 这个flag呢, 本身意思叫棋子, 但是它要考动子, 就是decline, 就你要立个flag, 之后的状态就一天比一天不行了, 这都要下降,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 wosen和deteriorate, 这个wosen和deteriorate, 下降和恶化, 这个千万别搞混, 恶化是使一个本来就很糟糕的事, 就变得更糟糕了, 所以后面这个decline呢, 其实我们给的这个翻译不太好, 这个大家不要记忆decline, 你把它改一下吧, 这个叫对应该把它叫出来, 它其实呢, 和另外一个词放在一起, 叫exacerbate, 就你本来现在已经单词已经背不住了, 已经记不下来了, 然后呢, 我给你打乱顺序, 我再考你一遍, 那你就不就更记不下来了吗, 时间又短, 所以这个就可以叫做exacerbate, 使一个本来已经很糟糕的局面, 变得更糟糕了, exacerbate和wosen, 好, 再接下来看下面一组, humility和modesty, 这个一个来自于humble, humble叫谦虚嘛, humble, 还有一个呢, 来自于modest, dest, humble和modest, 这两个词都叫谦虚的, 那名词就是谦虚的嘛, 接下来呢, 你看我们给了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比原来那两个词给的还难, unpretentious, pretentious叫做做特别装, 那unpretentious不装嘛, 不装就是谦虚, 所以这都是谦虚的意思, 好, 那我们这个第三个section就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再说第四个, 再让给大家打一套, 组四, 接下来我们看第一个词passive, passive这没啥可说的, passive不就是被动的吗, 这被动语它是大家都知道, 再接下来看下面这个ubiquitous, ubiquitous你一定要记住, 这个没办法整死经背, 这个词没有什么词跟词锐可以记, 它就叫常见的, 你不要翻译成无所不在的, 那个翻译太不好, 太会说, 它就相当于common, 或者叫做widespread, 把这个widespread的呢打一下, widespread, 这个ubiquitous这种常见呢, 它就表示的是omnipression的, 也是大家都把它翻译成常见的, 它就指的是比如说在中国呢, 在中国用铁锅炒菜, 这个是很常见, 所以这个呢就可以叫做ubiquitous, 常见啊或者普遍, 那比如说呢在JRE考生当中, 大家用3000倍单词就很常见, 这个就可以叫做ubiquitous, 当然我后面呢希望大家用800词, 也变成ubiquitous, 所以呢就都叫常见嘛, 普遍, 再接下来呢看下面这个hue2, hue2这个词呢就叫follow, 或者叫confirm, 你直接记吧, 它和它考同一词就是confirm, 就是遵从啊听话, 所以hue2呢简单记就是听话的意思, 再往下这个lose public support, 失去公共的支持, 这也没啥可说的, 再往下呢这个infectous叫有感染力的, 这个词来自于infect, infect叫感染, 还有伤口感染, 这个就叫infect, 那infectous呢一方面它可以表示, 人的伤感染了, 另外一方面它也可以指的是情绪有感染力, 比如快乐可以传染啊, 这都可以叫做infectous, 那这里面呢各位注意一下啊, 它竟然会考的一个同一词, 叫contagious, contagious, 这个词也叫有感染力的, 会传染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下一周的astonish, astonish就使某个人感到很惊讶, 它就相当于surprise, astonish somebody, 注意啊, 这个astonish呢可以指的是正评价, 也可以指的是负评价, 比如说呢你一下考了一个三字零, 我感觉astonish, 这个是可以的, 另外一方面就指的是有一个恶号, 比如说你的亲人不幸去世了, 那这个消息让我很震惊, 也可以叫做astonish, 所以它本身这个词呢, 它是一个中性词, 没有好没有坏, 接下来再看下面这个boey, boey这个词大家简单记一下, 就是encourage, 那词典上面给的意思呢, 实际上叫做raise spirit, off, 所以它就相当于给某个人鼓劲了, boey这个词呢本意叫做浮飘, 就是大家还没学会游泳的时候, 你不带着一个小板吗, 在那腿在那蹬啊蹬啊蹬啊游啊游啊, 那个东西就要, 那个带那个板就要不已, 那做动词的意思让你浮起来, 就是让你精神呢感到很振奋, 所以相当于encourage,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这个alacrity, alacrity这个词呢好多翻译里面给的写什么快捷啊迅速啊, 这都不好, 这个词的翻译就是乐意, 乐意呢就是欣然做某事, 就比如说我说你把这个笔记给我整理了啊, 然后下课之后呢就发到微博上面at我, 然后你就说好嘞可以啊, 你干这个事特别开心马上就去做了, 这个状态叫做alacrity, 所以呢他跟这个速度快速度嘛, 没有关系, 他强调的是你特别想干这个事, 你特别喜欢干这个事, 再接下来看下面这个established, established就来自established, established叫建立, established的就是已经建立了, 比如说established的field, 就是已经既定的一个学科领域, 或者既定的法律呢, 这个可以叫做established law, 再接下来往下看这个defining features of, 这个没啥可说的, proposal叫提出相当于suggest的嘛, 那他有一个名词形式叫proposal, proposal叫建议嘛, 提议相当于suggestion,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个civility和commit, 这两个词都叫友好或者叫有礼貌, civility呢这个词就来自于civil, civil呢就就是, 它就跟城市有关嘛, civilization不叫文明嘛, 有文明的人当然就有礼貌, 所以civil其实就是polite的意思, 再接下来看下面这两个词, 一个叫做glut, 一个叫做surface, 这两个词都是过量, 相当于excise, 过量, 注意啊, 这个是过由不及, 就是特别特别多, 这个叫glut或者叫surface, 这两个词呢都是贬义, 比如说还有一个词啊, surface能搭配在一起, 考同一词叫做plethora, 这个词也叫过量, plethora of, 这个就叫过量, 这个不叫许多, 这个指的是特别多, 超超级多, 太多了, 好, 这个是这两个词,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 determine和govern, 这两个词叫决定, 这没啥可说的government, 政府政府就是决定的事情, 所以govern就要决定, 但它还有一个意思叫统治, 但如果统治呢很少考, 对superfluous这个也叫过量, 再往下看proscriptive和exacting, 这两个词的意思就叫严格的, 严苛的exacting, 其实这个词我们刚才见过的exacting呢, 它可以用于形容这个人意思不苟, 也可以用于形容这个人很严格, 所以呢, 它考的同一词还有一个叫demongo, demongo也是严格嘛, 就这个人要求特别多, 好, 再往下看呢, 这个proscriptive这个词我们说一说, 它就来自于动词形式叫proscribe, proscribe呢, 它的词根就是scribe, scribe就表示写, 比如说呢, 那个script, script不表示手稿吗, 什么书稿啊, script不就是你写出来吗, 所以它就来自于scribe, 就是写, 那proscribe呢, 字面意思看就是向前写, 向前写就是禁止嘛, 让你不干这个事, 所以呢proscribe的意思就是禁止, 相当于prevent或者preclude,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和它长得特别像的一个词, 就把这个o变成e, 这个词马上意思就变了, 叫prescribe, prescribe这个词的意思呢, 叫开要方, 他俩啊, 你要通过词根和前缀是没法记得, 因为pro, pre做前缀都比较像前, scribe呢都比较像前, 所以你就只能区分了, 因为有一个要方叫做prescription嘛, 那个叫做prescription, 所以prescribe呢叫开要方, 这个proscribe呢叫禁止, 另外呢这个proscriptive叫禁止的, 让你禁止做这件事, 那不就是对你很严格吗, 不让你干这个, 不让你干这个, 干那个, 所以proscriptive, exacting这是一对同意思, 这个我们可能在今天晚上点词班, 宾州班里面会遇到, 可能是今天, 还是昨天已经遇到过了, 反正最近刚考过这一对, 所以大家记住, 好, 那这个是白羊座的第四个section, 我们就说完了, 说完白羊座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金牛座, 这个呢各位就该截屏了, 截屏该拍照的拍照, 我们就把这一页清空了, 一, 二, 三, 清空了, 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金牛座, 我还是打一下, 敲一下, 金牛一, 好, 我们来看金牛座这个section, 这个section呢, 第一个词, 首先来看这个unexploited, unexploited这个词就来自于exploit, 它叫未开发来自于开发exploit, exploit, 嗯, 我写一下, p o i, p l o i t, 哎, 少打了一个p, 我把这补上吧, exploit, p l o i t, 对, 好, 这个大家稍微打一下哈, 首先呢, 你记住啊, 你不要记什么开采呀, 勘探了,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注意一下哈, exploit它要考呢, 就考利用, 就考虑make use of, 就是尽最大可能的程度去利用, 所以有同学呢, 在那写了一个叫milk, 对, 它是有一个milk的意思, 那这个利用呢,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富二代拼爹, 这个拼爹呢, 就是利用他爸爸的影响力嘛, 就可以叫做exploit his father's fame, 就叫利用,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像刚才有同学说的, 这个叫milk, 所谓milk呢, milk本意表现牛奶吧, 做动词意思就是挤牛奶, 挤牛奶的话呢, 就是榨取, 你想那个牛被弄得也很难受, 所以exploit的意思就是压榨, 比如说老板呢, 压榨员工, 这个就可以叫做exploited employers, 好, 那unexploited呢, 就是没有被开发, 没有被开发就指的是这个地方特别的原始, 就是unexploited, 再接下来看下面这个exploit这个词, 它ex有表示拔高的意思, 所以exploit就表示把你抬起来, 那不就是赞美的意思吗, 另外还有一个跟它长得特别像的, exploit也叫赞美, exploit, exploit怎么拼了, 嗯, 怎么拼, exploit, 哦, alt啊, 嗯, 稍等啊, 那大家把它改一下, 改成alt, 对, exploit, 它和explo长得也特别像, 词根也特别像, 你就放在一起记就行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词detection, detection这个词的意思叫发现, 它就来自于detect, detect相当于discover, 你就别记那些什么察觉啊, 勘探道啊什么, 它就相当于discover, 或者你简单记一个就是no, k-n-o-w就是知道,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往下看, ambiguous, unambiguous, ambiguous这个词我们刚才说了, 叫模棱两可, ambi做前率表的两边, 那前面这个加一个un的unambiguous, 就是确定的, 它其实就是clear, 所以你下次再看到unambiguous, 直接把它自动代入成clear就行了, 再往下看promote叫促进, 这没啥可说的, 接下来看下面这个constraint, constraint呢, 各位后面会见到, 在六选二里面, 它搭配在一起考古同一词的, 就是constraint, constraint, 这个constraint呢, 和constraint, 这两个词的词根是一样的, 都来自于strain, restrain这都是一样的, 什么什么restrict, 这都是一样的, 它都来自于s, 就是绳子的一个词, r,s,r,i,n,g,strain, 绳子, 所以其实都是把你绑起来, 一起把你绑起来, 把你绑起来当然就是限制你了, 所以constraint和constraint都是限制的意思, 好, 再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下一个词, stated as absolute, 这本下可说的注目, 看下面这个hatch, hatch这个词呢, 本意是篱笆, 就是你有一个小房子, 周围给你绕起来, 那个叫篱笆叫hatch嘛, 那做动词的意思, 把你围起来, 把你围起来的第一个就是限制你, 禁止你做什么, 所以hatch呢, 有第一个意思就是prevent, 就不让你做这个事, 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回避, 相当于avoid, 你想把你围起来, 不就让你和周围人就围起来了吗, 所以这个都叫hatch, 同时说对冲学金融的嘛, hatch fund, 对冲基金, 对, 那你想对冲, 其实不也是回避风险吗, 好, 所以这个hatch呢, 就相当于avoid, 相当于skirt, 对, 然后另外呢, 我们再给大家写一个词, avoid, skirt, 还有一个词叫做circumvent, circumvent, 这都表现是回避的意思, 都相当于avoid,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词, appendacy, appendacy这个tag好, 叫万零一, 它其实相当于Q2O, 这个后面这个better solution, 其实给的也不好, 你就记一下它的同一词就是Q2O, 当时在体验里考的强词也是Q2O, 就是至于一切嘛, 万零一, 好, 再往下看这个materialize, 这个叫实现, 这个就来自于material, material这个叫物质的嘛, 把这个事变成物质的, 就实现了嘛, 它相当于realize, 再加incourage, 这个叫鼓励, 好, 再往下看下面两个词, timely和opportune, 这两个词先看timely啊, timely你要去查字典, 它给你翻译叫即时的, 但这个即时的不是, 不是你紧感满感这个课, 终于没迟到的那个即时, 它指的就是合乎时机的, 所以呢, 它其实正确的翻译就是合时宜, 那就是suitable, 就比如说呢, 现在天特别热, 今天下午正好北京下一场雨, 可以叫做timely rate, 那再比如说聪明人, 聪明人他做的决定呢, 都是特别合乎时机的, 这个可以叫做a timely decision, 下面这个opportune, opportune呢, 你就可以想成opportunity, opportunity不就是机会吗, 那机会的话呢, 它其实不也是合时宜的吗, 这个时机刚刚好嘛, 所以你用opportune来记这个, 你用opportunity来记这个opportunity就行了, 它就是合时宜的, placeable叫安慰剂, 这个安慰剂就是麻醉剂, 它不是万灵药的意思啊, 这个别激活, 好, 那接下来呢, opportune还有一个和它长得特别像的词, 我给大家打一下, 叫impportune, impportune是啥意思呢, impportune这个词的意思叫做纠缠, 纠缠不休, 再三要求, 这个impportune和opportune长得特别像, 我们就不得不说一说, 它的词根呢, 就这个portport呢, 它其实就是港湾嘛, 比如说出口进不口啊, 就和port有关系, port就叫港湾, 那opportune呢, 就指的是op其实就是ob嘛, ob表示朝向, 就朝向港湾, 那你进港啊, 进港你这个时候你就很安全了, 所以opportune就表示合时宜的, 它就是个正面评价, 那这个impportune, impportune, im否定前注意就离开了, 就没有港湾, 没有港湾, 你这个人就很不安嘛, 所以你这个船就摇摇晃晃, 所以它叫做纠缠, impportune, 就是这个人纠缠不休, 那他的形容词形式, 就是imppertunate, imppertunate, 这都叫纠缠不休, 好, 那这两个词呢, 大家放在一起稍微区分一下就行了, 再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对, bias orientation, 这个bias呢, 叫偏见, 这没啥可说的, orientation呢, 这个也叫偏见, 就比如说sexual orientation, 这就是你的性取向, 好, 那再接下来呢, 比如说有那种political orientation, political orientation就指的是你这个人呢, 是基金啊, 还是保守啊等等, 是女权主义啊, 还是非女权主义啊, 这就叫orientation, 那所以下面呢, 就给了你一个解释叫prejudice, 这就叫偏见, 再接下来看下面一堆hostility, 叫animous, 这个hostility呢, 其实它的形容词形式就是hostile, hostile, 这个词叫做有敌意, 那友好的呢, 友好的也给大家写个, 除了friendly之外呢, 还有一个词叫做hospitable, hospitable, 就这个词长得像医院那个词, hospitable, 这个就叫做友好的, 那接下来这个animous, animous没啥可记的, 你就记住它有一个词叫做anemy, anemy, 这个叫敌人嘛, 所以你就用这个anemy来记记那个animous, animous呢, 主要是因为这里面出现了一些发音上, 的童话, 字母替换, 所以各位呢, 你要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看我们那本绿皮的注意经验, 那里面就会给你讲一讲, 字母替换, 具体怎么操作的呀, 等等原因替换是怎么回事啊, 前坠的童话怎么回事啊, 都会给你讲, 所以呢, anemy呢, 你就可以记记这个animous, 叫有敌意, 再接下来看下面的scarcely和hardly, 这个叫几乎不怎么着, 那个题啊, 还有一个选项叫rarily, rarily,scarcely和hardly, 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个六选二就放在一起了, 当时呢, 我自己在选的时候, 我就特别区分不开, 所以后来呢, 现在我也其实区分不太开, 所以你就记住scarcely和hardly是一桌同一词, 它俩呢, 和rarily没啥关系, 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六选二, 你就直接选这两个都就行, 再往下看, comparative和relative, 这个叫做相对来讲怎么怎么着, 再往下carsory和prefunctory, carsory这个词呢, carsory表达而跑, 那匆匆忙忙就跑开了, 那不就表示很敷衍吗, 所以carsory和prefunctory它俩都是没兴趣, 呵呵, 就你看我们给大家翻译就是呵呵, 那比如说carsoryinterest, 或者叫做carsoryattention, 那其实就是没啥关注, 就是很肤浅, 很表面, 再往下看这个incisive和trent, incisive这个词呢, 其实就来自于incise, incise就指的是见解深刻, 这个词呢, 跟切有关系, 切开有关系, 所以呢, 有的字典可以翻译的就是犀利, 那翻译成犀利之后, 你就感觉这个是不是, 跟刻薄有关系了, 其实没有关系, 它就指的是, 比如说我说这个书呢, incisive, 其实就是说的是, 它的观点呢, 叫做inciteful, inciteful, 对, 就指的是这个特别, 见解特别好嘛, thought provoke, 什么这种意思, 那川沉的也是, 所以呢, 大家就直接记成见解深刻的就行了, 好, 那这个就是第一, 金牛座的第一个section, 我们就给大家串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金牛座的第二个section, 把标号写在这儿了, 第二个section, 我们先看第二个section, 第一个词, inborn, inborn这词没啥可说, 天生嘛, 因为有一个BORM, born表示诞生嘛, 所以inborn就是天生的, 它同一词呢, 其实就是innate这个词, 那它的反义词, 你想先天, 先天对的就应该是后天, 所以它的反义词就是acquired, learned, acquired, acquired和learned这种词, 就比如说你先天记忆力特别好, 但是你记忆力特别好呢, 不代表这些单词你能备起来, 所以后天呢, 后面我再给你讲一讲, 这些单词应该怎么记呀, 所以你这就叫后天获得的能力, 叫acquired的skill, 这个acquired呢, 通常和它搭配在一起, 它有一个advanced的这种含义, 就这个东西要是后天学呢, 就意味着它要高级一些, 所以有一个三公里, 当时考的就是说谎呢, 是小孩后天学到的一种能力, 那说真话呢, 反而是先天有的一种能力, 所以那个时候呢, quired对应的就是advanced, 好, 再接下来, 再看下面的nebulous, nebulous这个词叫模糊, 它其实来自于有一个词叫做nebulous, nebulous叫星云嘛, 就是天文上面的一个概念, 星云就是模糊一坨, 你不知道是啥, 所以nebulous就是看不清, 那它六选二里面搭配考的东西, 就是就是vig, vig也叫做模糊嘛, 看不清楚,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对synthesis, synthesis是没啥可说的thesis, thesis这个词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论文, 这个大家都认识, 但它其实本意呢叫put, 叫放, 就你把这个观点放在那了, 那其实不就你写了一个论文嘛, 那比如说还有一个词呢, 叫做theme, theme叫主题, 主题也是你把一个观点就确定一下, 就放在那了, 所以呢, synthesis, s-i-n做前证, 就表示两者都, 那两者都放在那, 不就是合成吗, 这个化学上的概念就两个物质合成啊, 这都叫thesis, 再加下面这个opsecure, opsecure本意呢叫做模糊不透光, 那说这个观点要是模糊呢, 其实就是难以理解, 所以opsecure就像是difficult to understand, 那么接下来你看我们有一个词呢, opaque, opaque这个词也叫不透光, 不透光呢, 你会发现英文里面好多不透光的词, 那它其实都表示是难以理解, 所以它opaque和opsecure搭配在一起都叫难以理解, 接下来再往下这个innovation, innovation没啥可说, innovative这个叫有创新的嘛, 相当于original, 再接下来维持误导证, 这也没什么可说的, commercial没啥可说, 叫commercial嘛, 叫商业, decry这个刚才就有同学写了, 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 因为有一个crime就哭着喊着, 哭着喊着就反对嘛, 所以decry就是强烈谴责的意思, 再往下看这个sincere effort, 真诚努力这没啥可说的, 这个decry呢, 其实它的同义词就是condem, condem这个大家都会, 就外交部强烈谴责, 一般就用的是condem, 好, 再往下看下面这个scare monger, scare monger呢, 这个我们说一说, monger表示小商小贩, 但这个小商小贩出于它不是business嘛, 它不是商人, 它是一个贬义, 它指的是贩子, 那所以呢scare monger字面意思就是销售恐惧的人, 贩卖恐惧的人, 那当然就是散播谣言的人, 就是跟rumor啊什么这种有关系,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给大家写几个跟monger相关, 也是在题里面出现的, warmonger, 对, warmonger, warmonger这个就叫做战争贩子, 就是爱好战争的人, 在比如说平衡栏里面有人写的是profit monger, 这有同学都打出来了, 我就不打了哈, profit monger贩卖利益嘛, 就追逐利益的人, 贩子就是贬义啊, 对吧, 对, 毒品贩子啊, 什么人贩子, 中文里面不也是贬义吗, 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最近在美国特别流行的一个, 叫做bluemonger, bluemonger呢, 这个就不是贩卖蓝色, 它指的就是贩卖忧郁, 那什么叫贩卖忧郁, 传播负能量的人嘛, 就是到处天天给人叨叨叨叨叨叨叨, 各种抱怨传播负能量, 这个就叫bluemonger, 所以monger呢, 它本来就是个贬义词, 再往下这个overfarm的过度开垦, 就不应该不说了, 什么success storage都不说了, 再往下看vishate和imper, 这两个词呢, 叫做损害, 其实它的同一词就是waken, waken, 这个vishate呢,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下面呢, 王老师他在讲作文的时候, 会给大家一大堆什么同一替换嘛, 有的时候他就会给这个vishate, vishate your argument, 什么在你写argue的时候会用到的这个词, 它和waken是一样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个support和uphal, 这两个都要支持, monger和uphal就从底面给它拖起来, 所以就是支持的意思, 再往下porous和permeable, permeable和perous, 这个perous其实就来自于por, 就是pore, 所以呢, 字面意思看就是有孔嘛, 有孔它其实就是可以渗透透水的呀, 所以permeable, permeate也叫做可以透过的, 所以这两个都指的是有水可以透过, 可以渗透, 再往下看这个unwaring和steady, 这个unwaring呢, 把否定前续用文去掉, 就是waver, waver就叫改变, 或者叫犹豫不决, 什么waver in front of something, 在某事之前的犹豫不决, 所以你去查字典, 它给你一个同一词, 就是hesitate, hesitate, 都叫犹豫不决的意思, 好, 那steady呢, 就是稳定, 那unwaring就是不犹豫嘛, 所以就是稳定了, 像stable啊, 什么settle的这种词, 那再接下来看下面这个abstract from和divorce的from, divorce这个大家最常被的意思叫离婚, 这个不叫离婚啊, 就是分开, 离婚被两个人分开了, 所以divorce呢, 它其实考法是separate, 分开, 前面这个abstract也是一样的, abstract叫抽象, 那抽象其实就是提炼出来了, 比如说abstract your argument, 就指的是呢, 提炼你的观点, 那其实它也有分开的意思, 所以abstract from和divorce from, 它都有separate的意思, 这个大家记一记, 再往下看下面这个immaterial, inconsequential, inconsequential这个不用说了, consequential表示重要, inconsequential叫不重要的, 那这个immaterial呢, 其实它就来自于material, material叫物质的嘛, 物质的或者叫做, 那所谓物质就是有形的, 有形这个东西的占的分量就比较大, 那immaterial呢, 一个表示不重要的, 另外它还有一个意思叫非物质, 非物质的就是精神的, 就比如spiritual, spiritual, 叫精神层面的, 那另外呢, 非物质精神层面的你也感觉不到, 所以它还会考叫做impalpable, 这都叫做感知不到的, 放在一起会考同一次, 所以immaterial呢, 大家要记的话, 记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叫不重要的, 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无法感知的精神层面的, 好, 再往下看下面这个preventive和prophyatic, prophylactic, 这我都不太会读preventive, 叫预防prophylactic, 这个我从来没见到, 考过它放在这做健康选项, 这个是个医学上的用语, 预防什么疾病啊, 拼的也比较难, 大家记得住就记, 记不住就拉倒, 好, 那这个就是第二个section, 我们就讲完了, 第三个section讲完之后呢, 我们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休息, 我这个surface呢, 也得充一充电, 所以呢, 我们先把这个第三个section呢, 给它说完,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section, 首先来看第一个字, 这个self effacing, self effacing呢, 低调谦逊, 这个词就来自efface, efface呢, 叫脸嘛, 所谓脸其实不就是平面嘛, 所以efface就使这个事变成平面, 变成平了, 就把这个东西给抹平了嘛, 所以efface呢, 就把你抹平了, 就是谦虚, self effacing呢, 就是很低调, 自谦, 相当于modest, 再接下来往下看这个deliberate, deliberate这个词呢, 叫做小心的, 注意啊, 它不叫谨慎的, 它不叫做故意的, 它叫做小心, 相当于carefully planned, 比如说我们一个, 有一个题考的, 就是这个首相呢, 他经营自己的人设, 那其实呢, 他是一个很挥霍的人, 其实他是一个很好斗的人, 但他对民众的展现呢, 就展现自己呢, 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说的是他那个外在呢, 是deliberated, carefully deliberated, 所以他就相当于carefully planned, 那他的反义词呢, 对, 他有深思熟虑的意思, 他的反义词呢, 就是radical, radical这个词叫激进的嘛, 所谓激进的就是不经过思考的, 这事就决定了, deliberate不叫做design, 它叫做carefully designed, 那就是精心谋划的, 故意的不是, 不是故意的, 故意的你觉得它好像是个贬义词,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错, 我犯了一个故意的错误, 这个科技叫做deliberate mistake, 那这个是口语嘛, 他考的时候呢, 他会考这种精心设计的意思, 或者叫小心谨慎,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一个词, sobering, sobering这个词呢, 就来自于sober, sober做形容词的意思里面, 是很冷静, 它最初的意思呢, 本来叫做比如说, 你要跟外国人说, 你喝多了没有, 他说I'm sober, 就只是我没喝多, 那我现在很清醒, 所以sober的本意就是冷静的, 那sobering呢, 加一个nj也是一样的, 表示严肃的, 相当于serious, 好, 接下来往下看intrad, intrad这个词呢, 叫请求, trade叫表对待嘛, 对待你, 就是恳求的意思, 再往下看这个nimbleness, 这个nimble呢, 它本来的意思表现很灵活, 所以呢, 我们再给它带一个同意思, 相当于dexterous, dexterous, 就表示的是手脚灵活呀, 反应很敏锐,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nimble, 所以vermal nimbleness呢, 就指的是文字上的一些文字游戏, 叫文字技术, 其实这翻译不好, 其实就是文字游戏的意思, 再往下看这个plot, plot这个词的意思呢, 叫笨重, 就是拖着铁链走啊, 就指的是你艰难跋涉, 这个叫plot, 那plotting呢, 就指的是很重, 很笨重, 所以呢, 你去查字典呢, 它给你一个翻译呢, 叫做, heavy, 就里面呢, 它会给你一个翻译, 就会给你一个heavy的翻译, 好, 接着呢, 我们再往下看, 看下面一个词, 下面一个词呢, 就accept, 这个没啥可说的, suffer叫接受忍受, 它就相当于experience呢, 只不过这种接受经历呢, 是一种不好的经历, 再往下看valid, valid其实这我们刚才说过了, 这也没啥可记的, 就表示的是有效的, 好, 再往下看ingenious, ingenious这个叫聪明的, 相当于smart呀, 或者叫clever, 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我要把那个ious, 就倒数第四个字母, 我把它变成了youingenious, 这个词, 这个不叫纯朴啊, 它叫naive, 不真诚, 不真诚同学, 你是不是背错了呀, d isingenious, 叫不真诚, 前面再加一个das, 那才叫不真诚呢, ingenious要幼稚, 相当于naive, 什么innocent, 所以它是带一点贬义的, 就是说啥就信啥, 就是傻呀, 缺心眼, 对, 好, 接着我们再往下看collapse, collapse这个没啥, 可说就是失败塌陷嘛, 那其实刚刚我们在讲lapse的时候, 已经讲过这个词, lapse叫错误嘛, 它另外它还有下降的意思, 好, 再往下看下面一个antiluvian, antiluvian这个就表示极其古老的, 真正的, 没有真正的呀, 真正的是genuine吧, 你说的是genuine吧, genuine, genuine, 是怎么写的, 真正的那叫genuine, 好像大概是怎么写, 对, genuine, 好, 接下来看这个archaic, archaic这个词呢, 叫古老的, 这个注意, 大家看一下, 你发现你在查字典的时候, 查尾式的时候, 前面通常给你一个括号, 上面写一个archaic, 所以archaic呢, 就指的是这个表达, 这个考法你就可以不用记了, 它就是一个文言文, 比如知乎哲也, 这叫archaic, 就是过时, 那么作为它其实就相当于old fashion, 和antiluvian放在一起, 考了一个同一词, 那antiluvian这也没办法了, 大家就记一记吧, 这个就比较古老的, 这个diluvian跟洪水有关系, 好, 那再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下这个archaic呢, 它还有一个名词啊, 叫archive, archive本身的意思叫档案馆, 所谓档案馆呢, 它其实就是数据库嘛, 资料库, 所以它如果在题里面出现, 你就把它当成database, 就行了, 资料库, 好, 再往下看, 下面就是同一词, tortius, tortius convoluted, convoluted相当的complicate, 这个本身convoluted就是缠在一块的嘛, 纠缠在一起的, 所以就是复杂的意思, 这个tortius你看tort就表示扭曲, 所以tortius表示复杂, 比如说contort, distort, 这都和扭曲有关系嘛, 都扭在一块的就很复杂, 再加上facial, superficial, 所以我们说过了, 不说了, 再加上看下面这个tether, untether from, untether from这个叫分离, 分开相当于separate, 刚才清楚我们见过一个分开的, 叫abstract, 这里面又出现一个tether这个词的本意, 你把un去掉, tether叫栓, 栓柱, 那untether呢, 就是栓狗啊, 系个狗链, untether呢, 就是分开, 就分离了, 哦, 还有一个没讲啊, flighty和capricious, 好吧, 眼神差了, 那我现在把这个给大家补上, flighty和capricious, 这俩还得讲一下, flight呢, 就是飞翔嘛, fly, flight, 就是飞机航班啊, 所以flighty就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就善变嘛, capricious这个词我们重点说一说, 所谓善变的呢, 就指的是, 你这个人呢, 情绪一会这样, 一会那样, 就一会想干这个事呢, 一会想干那个事, 就比如说你点饭的时候, 最讨厌的就是你问问这个人想吃什么呀, 他一会跟你说我要点, 我点个拿铁吧, 一会我跟你说算了算了, 我点一个摩卡吧, 就这种人特别烦, 然后你点啥他都不满意, 这种人就叫做capricious, 注意啊, 他不是随便, 他指的是不过脑子, 不是都行随便啊, 就这种人是最难伺候的, 就什么都不行, 善变, 好, 再往下我们再看看constrained和constrained, 这是饮料不是饭, capricious叫一会想这个, 一会想那个给大家举一个饭的例子, 比如说今天晚上说咱俩吃啥呢, 到饭点了, 那我问你你吃什么呢, 你说要不吃火锅吧, 这会你说吃火锅, 等到六点的时候你就说那算了吧, 那我最近减肥, 咱俩吃点别吃个沙拉吧, 那等到过一会你就说不行, 吃沙拉晚上饿, 要不咱俩吃拉面吧, 要不过一会你又改一个咱俩吃寿司吧, 到最后七点, 七点你也没, 你也不知道要吃啥, 这个就叫做capricious, 鱼丸米线, 对, 就是你要吃鱼丸呢, 还是米线呢, 叫capricious, 好, 行, 那我们接着往下说, 说这个constrained和constrained, 这两个叫约束, 这个都说过了, 就来自于strain, impulsive也是善变的意思,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不要急冲动的, 越说还在那说鱼丸粗面, 不要急冲动的, 所谓冲动就是这个决定不过脑子吗, 不过脑子不就是善变吗, 我冲动说一个我想吃鱼丸, 一会又说自己想吃粗面, 一会又说自己想吃什么寿司之类的, 这不就是capricious吗, 所以他俩呢, 其实是搭配在六选二里面会考同一词的, 再往下看啊, arrogant的hubristic, arrogant的hubristic, 这两个都叫做狂妄的, hubris, 叫做自大自满, 相当于arrogance, 好, 那这个第三个section呢, 我们就结束了, 那第三个section呢, 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给大家吃一根辣条的时间, 或者你喝一口咖啡的时间, 我们给大家四三分钟的休息吧, 休息结束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讲, 傲慢和自恋啊, 他俩是有区别的, 傲慢是, 嗯, 他俩不会放在一起考, 就arrogance呢, 一般和hubris, 什么houghtie啊, 这些搭配在一起考, 自恋呢, 我目前见过的就两个, 一个叫self flattery, 那个词, flattery, 嗯, flattery, 还有一个叫做narcissism, narciss, c, 这两个都叫自恋, 一般他俩会搭配在一起考, 哦, 自恋, 所谓自恋就是特别特别的骄傲, 然后这个hubris, 傲慢, 傲慢就是瞧不起人, 所以他俩可能还是有点差别吧, 你自恋他不一定瞧不起人嘛, 所以这两个呢, 区分一下吧, 它是两个概念, 虽然你听起来好像差不多, 但他在六选二里面, 确实没有放在一起考过, 好, 那我们就等会儿, 二十分的时候呢, 准时开始, 我这个设备呢, 也快要没电了, 我稍微充一下电, 一时我是可以讲话的状态, 一时有人听到我讲话, 我可以讲话吗, 真的, 好的好的, 给大家放几首歌听, 估计放一首歌就上课了, 哈哈, 我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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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样 好 那我们准备上课 我刚才找了找了找电源 这怎么又又有同学要抢吧呀 十二十二落渣 什么玩意儿 十二落渣 就改了一个改成一个十二落渣 好吧 看来大家对自己的定位还是挺准确的 好 上一次的录评能不能8月25号之前出来 这个尽量吧 尽量吧 其实上一次的录评我们有 我申请一下吧 我看看通过什么形式给大家放出来比较好 尽量25号之前呢 我们给大家放一放 响应一下大家的诉求 好 那接着我们就往后说了 这个眼神差呢 也不是大家的问题 你就发现老师也有这个问题 假如假如就跳过去了 突然有一行就没讲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接着往下 我们刚才讲到了金牛座的第三个section 接着往下看 看金牛座的第四个section 最后一个section 我就把这个屏清了 这个屏又写满了 一二三 清空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第四个section 打一下金牛 接着来看第四个section 第四个section开始就出现一个demise demise这个真是没法记 这个也没有啥词跟词坠 这个就只能继承 你就记它的考法 叫end of life 就生命的结束 就是死亡了嘛 所以demise就是消亡死亡 相当于death 接着它一般考的指的是植物啊 植物的死亡 或者一个事物的发展呢 就发展到最后就死了嘛 所以它其实就相当于end 结束了 接着来再看下面这个fallacious fallacious这个注意啊 这个fallacious可不是错误 不是小错误 它指的是虚构 或者叫谬误 所以呢 它的解释就是false idea 或者wrong idea 就你这个事呢 你故意你就把它说错了 这个叫fallacious 接着再看下面这个adverse ver做词根呢 就表示转嘛 那adverse呢 不是大错误 就是谬误 就比如说你故意提出一个假的理论 这个可以叫做fallacious 好 接着来看下面这个adverse adverse呢 就是不利的嘛 ver就表示转 那ad呢 表示朝向 自然印象看就撞开了 撞开了 当然就是和你的方向就不一样了 那它有一个名词形式 叫做adversity adversity这个词的意思是困境逆境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词也跟adverse有关系 就是adversary 打一下 adversary 这个词呢 叫敌人 对敌人对手 都跟adversary有点关系 接着来再往下看 shorecoming shorecoming 这个叫缺点 它就相当于shortage shortage 这个叫短缺 这俩不一样 我写一下 这个叫缺少缺乏啥 shorecoming 这个叫缺点 再接下来看下面这个remedy remedy就是改正嘛 相当于correct 再接下来看这个discard discard叫丢弃 你看它中间有一个card 其实呢 这个词的意思呢 跟卡片有点关系 声音忽大忽小 有可能打字 等会儿啊 我把这个mine调一下 我知道怎么回事 好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这样我打字也比较方便了 这个discard 我们接着说啊 discard这个词呢 就跟卡片有关 就比如说你自己在打斗地主的时候呢 你就弃牌 对 你发现呢 这个堵13也没什么用 堵14也没什么用 你就把它扔掉 这个就叫 这个动作就叫discard 所以呢 引申出来的意思 其实就是放弃丢弃的意思 相当于abandon 好 接着我们看下面这个immortal immortality immortal叫不朽啊 mortal这个词的意思呢 就叫做mortal 叫肉身 所谓肉身 就是肉身有的时候就没了嘛 那immortal呢 就是就是不朽的 就是精神上 再往下 这个death and decay decay和death 这四个词呢 就death decay和demise 就我们这个section 第一个词 这个三个d 大家都记吧 就跟失 就跟衰落啊 死亡有关系 decay呢 也叫腐烂嘛 腐烂就慢慢就死了 就没有了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这个complex 叫复杂 没啥可说 little就是少量的practical value 这个practical 就合乎实际的 没啥可说的 再往下看centralize centralize呢 有一个center嘛 centralize就是极权的意思 权力都集中到一起去了 再接下来 restal about 就是产生质疑 这没啥可说 重点说一说 下面这个preclude 就这三个词呢 大家别看不难 但这个三个词题 还是有点难的 这个后面呢 你自己做一做金皮书 可能会做到这个题 preclude这个词呢 它就来自于词根 叫做clude clude呢 它就来自于close close叫关嘛 所以呢 preclude 字面意思看 就是提前 pri一边 前对边提前 提前把那个关上 那不就是阻止的意思吗 所以它有一个同义词 就是forcedal 要禁止 或者叫prevent 这都叫做阻止禁止的意思 另外呢 比如说include include就字面意思看 就把你关进来 把你关进来 就是包括嘛 好 再往下看这个demand和exact 这两个词都叫要求 这俩太长 大家会在一起考虑选二了 demanding和exacting 也老搭配在一起 再往下看 justify和rationalize 这个rationalize justify没啥可说 就是使合理 比如说justify my argument 就使我的论证合理 这个rationalize 也是一样的 rationalize里面有个ration ration就是理性嘛 那rationalize 使这个是理性化的 不就合理了吗 这个也是在最近的 考试里面考过的 我们今天晚上的点词办案 还是 反正就会讲到这个词 接下来再往下看analogist analogist 这个叫做相似 comparable 这都叫相似相当similar 这个analogist 怎么记呢 你看它有一个log log log就把说 比如说dialog 这个就把对话 就是说 ala呢 其实就是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就两人说 同样的话 重复一遍 那就是相似的 再往下看 下面这个mysterious inexplicable 这个mysterious 就是难懂的 大家不要记 神秘的 神秘的这个 不太好记 这个inexplicable呢 就难以解释 没法解释 其实也是不好懂嘛 好 再往下看 这个aspersion和slur aspersion这个没啥可说 这个大家别记串就行了 aspersion呢 叫做诽谤 那接下来 看下面这个slur slur呢 也叫诽谤的意思 但是它还有一个意思呢 就 你不觉得它特别像 你喝水的时候 你就吸一下 那个声音吗 slur 所以呢 它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话 模糊不清楚 发音含混不清 但是呢 几乎它不会考 这个含混不清的 这个意思 它要考的话 slur就表示诽谤 但是呢 还有一个词 就把这个s变成u 叫做blur blur呢 就叫做模糊 比如说blur的boundary 对吧 模糊这个界限 那再比如说呢 还有一个带ur的词 叫murmur 对 asperity 记穿 这个asperity 叫环境艰苦嘛 所以别记穿 这个murmur呢 也叫含糊不清 就指的是你低声的说 低声的叨鼓叨 叨鼓叨 这个叫murmur 那注意一下 这几个带ur的词 好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fantasy和wim fantasy和wim 没啥可说 这俩都叫奇思妙想 突然有一个想法了 那就可以叫fantasy 也可以叫wim 突然想起来 一个什么事儿 再往下看 rudimentary和sketch rudimentary 刚刚我们说过了 RUD做词 代表基本 原始 就是rule的嘛 那再接下来 这个sketch sketch 不就表示塑鸟吗 塑鸟写声 它其实也是很基础 很原始的 所以sketch 也表示基础 这俩都相当的basic 好 那我们这个金牛座 这个section呢 也就结束了 接下来呢 就到了双子座 到了这个分裂的section 我们来看双子座 双子 一 好 来看双子座的 第一个section 这个derivative derivative 这个太爱考了 derivative呢 你看我们给大家解释 叫做非原创的 其实呢 你要去查字典呢 你发现它名词 给你解释一个 叫做衍生物 比如金融产品的衍生物 这个叫derivative 那一般它考呢 就考形容词 形容词的意思就是 非原创的 就是not original not new 就是臣服的 所以你看我们给大家解释 就是unoriginal 这个所谓非原创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它不是一个扁语词啊 就是这个derivative 它不是一个扁语词 比如说罗振宇 罗振宇最早不就是 把别人的观点转述一遍 看一本书 然后转述一下 那个观点也不是他的 他再给别人讲一遍嘛 这个就叫derivative 接下来再看下面这个 question question这个词叫质疑 这没啥可说的 相当于doubt 但是呢 我给大家稍微说一说 然后question呢 它比较常考的一个形式 就是unquestionable unquestionable就指的是 这个事呢 不可质疑 那不可质疑的意思呢 就应该是perfect 就应该是完美 那因此呢 和它搭配在一起 考同一词的 其实是另外一个叫 unimpeachable 写一下 unimpeachable 这个impeach这个词 本来叫攻击弹劾的意思嘛 比如弹劾一员 就相当于attack unimpeachable 就无可指责的 无可 那其实就是 就是完美的嘛 这个unternable 唱 真唱是吧 你写的unternable 这个不对 这个unternable 叫做站不住脚的 相当于groundless 你计创了啊 大家计单词 千万别计创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 这个intensity intensity这个词的意思呢 叫强度 它其实来自于intense intense的美国人 特别爱用这个说法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课 六个小时给你穿 这么多的单词 那这个课呢 节奏很快 这个就可以叫做 intense 就是任务很重 intense class intensity表示强度大 接下来看下面 iconoclastic 这个叫传统的 这个其实特别好记 因为前面有一个icon icon不就是偶像的意思吗 那偶像基本上 它就是打破传统 所以iconoclastic呢 就是unconventional的意思 再往下看这个frustrating 这没啥可说的 就是让人特别沮丧 再往下看confirm to 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说过了 大家看到confirm to的时候呢 你就想一想 它的同意思就是hue to 对吧 这俩搭配在一起就行 这俩都叫听话 特别听话 特别乖 好 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哈 下面这个词呢 叫columine columine呢 这个叫做诽谤 这没啥可说的 关键它有几个行进词 特别的烦 比如说这个columine 我要把它写成动词的形式 叫columine 叫做诽谤 相当于slur 我们刚才学过的一个 比较诽谤的词 骂人 叫columine 另外呢 还有columine 长得特别像的一个词 叫columinate 这个呀 曾经在一个单控题里面 给你做这个干扰选项里面出过 columinate这个词的意思呢 大家记得都记高潮 特别好细腻这个解释 但事实上他要考呢 他考的是结束的意思 相当于end 他考的columinate 是代end的这个含义 比如说呢 你的这个JRE考试 以330告终 以一个成功告终 这个就可以叫做 columinate in the success 所以呢 它有一个结束的含义 不是conclusion conclusion叫结论 它俩不一样 你就记columinate in the success 以结束告终 你要是280 那就是founder 那就是founder 好 再往下看 objectionable 这个objectionable呢 就是令人反感的 这其实我们刚才说过了 就是objectionable 前面加一个un unobjectionable 我们刚才说的叫不反对 就白开水一般的 所以objectionable 这个叫反感 好 再往下看 下面这个三控 artypical artypical这个词呢 其实就是unusual的意思 就是非典型的 所谓非典型的 就是跟以往不一样的 跟别人不一样 像unusual uncommon 当时呢 在那个题里面 它考的同一词是 unprecedented 就是强词 考的是这个 precedented呢 叫前例先例 unprecedented 就是没有前例 实无前例的嘛 当然就是不一样的 非典型的 在下面这个weekend不说了 counterforce 反作用力 这个翻译其实也不太好 所谓counterforce 反作用力呢 就指的是阻力 所以你要是有书 你就把它改一下 你就改成阻力就完了 你看我们后面 给大家的英文解释 就是opposing force嘛 就是阻力 再往下看下面一对 generate originate 这两个词 没啥可说 都叫产生嘛 再往下看 detect和notice detect 我们见过好多遍 相当于discover know啊 发现 感觉到啊 后面这个perceive那里 也叫发现 察觉的意思 好 再往下看下面一对 tenacity和resolve tenacity和resolve tenacity 这个叫决心 它相当好的 还有一个形容词的形容 tenacious 有毅力 tenacious effort 就有一直在努力 再往下看 kindness和compassion compassion这个词呢 叫做有同情心 怜悯 比如说呢 大家知道就是 佛教里面的一些咒语 大悲咒 这个叫什么 就叫做buddha compassion 就是有慈悲心 同情心嘛 其实就是友善 好 再往下看 下面这一对 castigate和chastise 这两个词啊 其实词根是一模一样的 同源 长得也很像 你看c和ch 其实都可以 发音当成科嘛 所以呢 在英文里面 本来他俩是同源的 这个castigate呢 它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词 叫做cast cast 再加一个叫做act cast和act 合一起 就变成了castigate cast呢 就是丢弃 把什么东西抛弃 这不叫cast吗 就是 你就做出动作 丢弃你了 丢弃你 当然就是指责 对你没啥好感 所以castigate gate和chastise 它俩的意思 都是强烈选择 另外这个chastise呢 在大伟市里面 英文翻译 还给了你一个词 叫punish 它是带有那种 很强烈的 惩罚意味的那种谴责 那因此呢 它也相当于sensure 我给大家写一下 sensure 这都表现强烈谴责的 好 接下来再往下看 就一对反应 endorse so command 这两次的意思 叫支持嘛 好 再往下看mitigate 和abate 这两个字的意思呢 叫减轻 相当于less lower 还有比如说 还有一个比较 减轻缓和的词 叫做tempere tempere这个词 做名词的意思呢 叫脾气 那做动词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脾气好 就是 做动词的意思 就是缓和嘛 tempere your anger 减轻你的怒气 好 注意啊 这里面这个mitigate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我们好像在 打印的时候 印刷错了 少给大家印了一个e 这个我不让各位拿到手 那个书里面 是不是有问题啊 mitigate 自己把那个e加上 对 就各位现在自己写的什么 modify alleviate 这都表现减轻缓和 好 那这个题呢 就这个section呢 我们就把它搞定了 那接下来呢 大家稍微等一下 我这个 电源掉了 我稍微解一下 现在是超级线吗 好 搞定了 少了个啥 就我不知道大家拿到的打印版 是不是也少了一个e啊 因为我现在这个版呢 是一个初版的 所以我想呢 肯定有同学买的比较早嘛 所以 那个版式呢 就我们后面还得再叫 好 这个双子座的第一个section 就结束了 我们接下来看 双子座的第二个section 双子座的第二个section 我写一下2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们先看第一个词 Nebula Snebula 这刚才解释过了 这个叫模糊不清楚 相当于Vague嘛 它就来自于Nebula 叫星云 好 接下来呢 abate这个减少 没有什么正向负向 这个就是减少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这个honorous honorous这个词呢 叫做费力的 这个费力的呢 它就指的是 让你特别特别的心累 比如说make anhonorous effort 就是很努力很努力的 好 那给大家一个 它的同意词 叫做taxing taxing这个词呢 本来表示是税嘛 但是你交税交多了 你也觉得很心累 所以taxing呢 它做形容词的意思 就是累人的 这个honorous 它本来呢 ONER做本意呢 它有那个burden 有负担的意思 但这个呢 大家也不好记 所以呢 我们就再给你一个形容词的形式 叫exonerate 好 这个exonerate ex表示向外嘛 honorate这个 本来就表示负担很累 那字面意思看着 就解脱了你的负担 那意思其实就是 就是免除嘛 免除你的罪名啊 或者免除你的一些责任啊 这个可以叫做 exonerate wants responsibility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 exonerate来记记这个honorous 好 接下来再往下看manageable 这个叫可以处理的 来自于manage 再往下看adaptive adaptive叫适应能力特别强啊 就指的是一个人啊 或者一个物种啊 特别能适应环境 这个可以叫做adaptive adapt这个叫做适应环境嘛 ardious ardious就是 ardious和honors考过同一次的 大家放在一起 别记什么勤勉 这个翻译太太灰色了 就记成费劲的 让人特别累就行了 ardious是同一次啊 好 那adaptive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词叫做adaptable adaptable adaptable和adaptive 这俩其实严格来说 没啥区别 它大家内部就不需要做编析了 都叫能适用环境的 适用能力强的 再往下看special 这个词依照专门的 这没啥可说的 special叫特殊的嘛 再往下看decry 这个词呢叫谴责 指责 我刚才说过了 再往下看in armor in armor这个词的意思叫迷恋 这个armor呢 amor 这个好像也是 有同学书上印错了 多印了一个e 这个你自己删掉啊 就是enamor in armor 这个armor呢 大家要是学意大利语 或者学西班牙语呢 就知道它跟爱有关系 所以in armor呢 就是爱你嘛 就是你恋的意思 再往下看offset partially offset offset这个词 本词叫做抵消offset 比如抵消财政赤字 或者抵消一个坏的结果 这个就叫做offset a bad consequence 再往下看shrink shrink这个词呢 叫做缩减 它就相当于lessen lower reduce decline 就比如说指的是 受灾面积的缩减 受影响面积的缩减 都可以叫做shrink 缩小 再往下看strengthen strengthen就来自于strengthen strengthen叫力量 strengthen叫加强 这没啥可说的 再往下看realize 叫实现 unfinish 未完成clarity 都清楚 这个单词就很简单 但这个题可不简单 再往下看 我们看下面一对六选二 deflate和sooth deflate这个词 本意叫做泄气 就是气球呢 你给它扎破了 就泄气了 叫deflate 那你想泄气的话 其实不就是平息了 你内心的一些感情吗 所以呢 比如说叫deflate enthusiasm 就平息热情啊 sooth enthusiasm 就指的是 给你降降温 再往下看explain和rationalize 这两次刚才出现过的解释 再往下看objective和impartial objective我们说过了 objective就公平的 impartial刚才好像也见过 partial这个词表有偏见part 偏向一方 那impartial呢 没偏见不就公平 再往下看support和champion champion就是支持 champion这个词呢 本来还要表示冠军的意思 名词的意思表示冠军 那做动词的意思 其实就是支持 他一般考不会考冠军的意思 再往下看oppose和challenge 这样就反对 一个支持一个反对 再往下看mixed和inconsistent 这两个词的意思呢 叫不一致的 不一致所谓不一致 就指的是你的态度 前后不一致 可以叫做mixed feeling 或者叫做inconsistent feeling 又爱又恨 一开始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一开始爱死了 后来恨死了 这都可以叫mixed 或者叫consistent defi 哪个defi defi不是无视的意思 defi叫蔑视 或者叫瞧不起 比如说defi want authority 那个不是 那个是decry 反对的那个词 看一下是decry decry叫反对 defi叫做看不起 比如说有一个词 不叫defiance defiance就是明目张胆的 违背一个什么事 比如说define the law 就比如说今天晚上 明明酒驾要查 要查酒驾 那这个时候我还酒驾 梳理给的是define 怎么我这个书里 给的是decry呢 这出什么问题了 我这个书里给的是decry 各位要是给defi 你就把你那个照片拍一下 我们看一看是哪出问题了 不应该有问题 电子版都应该是一样的 好 应该是decry吧 这书还能有假吗 好吧 好 这神奇了 那接着呢 我们讲完这个第二个section 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个section 我回头看一看 我回头看一看这个题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三个section 首先第一个词 occlude occlude呢 还是来自于clude clude我们刚才说了 就来自于close close叫关上 occlude就是关上 关上其实不就是阻碍吗 所以呢 occlude就相当于block 它要考的话 就考的是阻碍呀 阻止呀 阻塞的这种意思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prestage prestage呢 这个词 你看这个stige呢 它其实就来自于stage stage叫舞台嘛 pre表向前 字面意思看 就把你推到台前来了 prestage 所以你这个人就是一个受尊敬的人 有声望的人嘛 那比如说他的形容词形式叫prestigious 给大家写一下 叫做有声望的 比如说你自己在申请的时候 你申请一个大学 你给人家拍拍马屁 就会说your prestigious university 再往下看decisive 这个叫果断 就来自于decide decide叫决定 再下来看vacillation vacillation呢 其实就来自于vacillate vacillate就指的是钟摆呀 tiktok 来回摆嘛 所以vacillation也叫犹豫不决 刚才呢 其实我们讲了一个词 叫weaver weaver weaver 这个词不也叫犹豫不决 不决嘛 都是hesitate的意思 不确定 好 接着呢 我们再往下看 sensitive sensitive这个词呢 叫做敏感的 这个就指的是你的情感 可以指你情感特别敏感 或者指的是你感觉特别敏感 都可以 接下来往下看 distinguish 就要区分相当于differentiate 看一下 differentiate different 嗯 d r e n differentiate 应该写的没错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往下看unrealistic 这个unrealistic 没啥可说 这叫不切实际的嘛 切合实际就realistic 但是各位你要注意一下 那经常搭配在一起考同一词的 其实我们也给大家 写过好多遍了 比如说idealistic呀 这不叫理想主义 这个也叫不切实际 比如说还有一个词 叫做utopia utopia 这个也不叫什么乌托邦 这个就叫不切实际 比如说好多朋友打了 那我就不打了 quick exotic 这个也不叫什么唐吉柯德 这个是经常考的一个 表示不切实际的词 再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词 其实我们上课之前也讲过 叫做romantic 还记得吗 我说过好多遍了 浪漫 其实浪漫这不是一个好词 叫不切实际 再往下看下面这个bias 叫有偏见的 再往下看 relate to 叫相关性 这不说了 看了Lutit 刚才也说过了 arcane 这个叫难以理解的 这个叫difficult to understand 提出一个难以理解的理论 这个会叫做 arcane theory 就这个题当时怎么考的 就说的是比如物理 化学上面的一些概念 让人很难懂 那基本上呢 他要考同一词的话 这个词确实没啥词 跟词锐好记 所以你要记的话 就记一记 经常和他搭配在一起 考同一词的 有这么四个 第一个叫做esoteric esoteric 再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词叫做enigmatic enigmatic这个叫做谜题嘛 谜一样的 其实就是难懂的 enigma本身就叫做谜题 enigmatic 好 再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写一个啊 叫做recondite 这四个词 esoteric enigmatic recondite 和arcane 这四个词 大家就放在一起记吧 都叫做难懂 难以理解 内部就不需要做辨析了 这四个词呢 特别烦 因为它长得特别难记 而且又没有什么好的词跟词坠 所以你就记吧 就是回想斗的回字 有四种写法 难以理解呢 也有四种写法 放在一起记就完了 好 接下来再往下看 可以理解的两个词 一个叫做intelligable 一个叫做这个readable 这两个词都相当于accessible 我写一下 你简单记一记 就是accessible account account也算 难以理解 好 那intelligable这个呢 大家注意区分一下 叫做intelligent intelligent这个词的意思 叫聪明的 它俩长得不一样 fathomable这个叫可以理解的 多多同学 你在前面加一个un才是不可理解的 才是unfathomable 才是难以理解的 你说的是这个accessible 这个对对对 没错没错 我刚才没反应过来 对 fathomable也是 fathomable呀 intelligable呀 什么accessible readable 这都叫可以理解 好懂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词 嗯 讲到哪儿了 好 下面一个就是frank和sincere frank和sincere 这两个词的意思呢 叫坦诚 所谓坦诚呢 就是说话 就是开诚不公嘛 fathomeless 注意啊 fathomeless这个词的意思 叫深不可测 哎 这同学的脑洞一开呢 我们就得讲一讲 fathom这个词有两个意思 它做名词的意思比较英雄 它做动词呢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叫测量 所以fathomeless 叫做无法测量 所以无法测量 就是深不可测 深不见底 这个叫fathomeless 另外一个词的意思呢 就是理解 所以fathomable 叫可以理解的 unfathomable 叫难以理解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antagonistic 和inimical inimical这个不说了 这个叫敌对的 它其实就来自于enemy 不是不是 它俩不是一个意思 这个fathomeless指的是 比如说当时那个题 考的是水深 水深 这个水很深 桃花潭水 深千尺啊 它不是不是啊 它指的是测量 它不是难懂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 首先这个antagonistic antagonistic呢 你发现前面有个anti anti本人就表现反对嘛 一表现反对呢 这个就本来就不是这么好词了 另外呢 你看它中间有agon n-i agony agony 就红宝书上面 给大家写什么 爱过你什么的 就是痛苦嘛 所以antagonistic呢 就是anti加上agony 就让你觉得特别痛苦嘛 就反对 好 再往下看下面这个 indifferent 那apathetic 这两个都叫不关心的 这没啥可说的 相当于unconcerned 接下来再看下面的 apathetic这个还得跟大家说一下 它来自于apathy apathy apathy这个词呢 我在前面加一个ant antipathy 这个就不叫冷漠了 这个叫做厌恶 讨厌 叫antipathy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的 一种同一词 scary和intimidating scary就来自于scare嘛 就害怕 intimidating来自于intimidate intimidate就威胁某人 intimidate somebody 相当于threates somebody 威胁某人 再往下看这个dry dry叫无聊 tds也要无聊 他俩都相当于道 这个dry呢 其实就是dry 就是这个词 dry 就是它的复杂吧 好 再往下看这个preconception 和prejudice 这两次意思呢 偏见这不说了 conception就表示概念嘛 prepre以前就表示向前 牵入为主嘛 就是偏见 再往下看disagreement disagreement controversy 这不用说了 都要争议嘛 好 那这个双手座的第三个section呢 我们也就搞定了 搞定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屏幕清一清了 所以大家赶紧截屏 截完屏之后呢 我数三下 misconception叫误解 misconception叫误解 这个不叫偏见啊 preconception这才叫偏见呢 misconception相当于misunderstand 好 那我就清平了 数三下啊 一二三 清空 好 接着呢 我们往下看 啊对 还有一个tendentious 这个男音同学 拼错了 tendentious 我给你拼一个 这个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双子座的第四个section 我直接敲一个四吧 来看第一个词 unincumbered 这个incumbered刚才我们说过了 这个就要阻碍incumber cumber呢 这个词本身它就跟笨重有关系 相当于clumsy 比如说有一个词呢 叫做cumbersome cumbersome 就是clumsy的意思 就很笨拙嘛 所以incumber就让你变得笨拙 就阻碍你嘛 相当于imped 我们其实刚才讲了一系列 关于阻碍 什么homper啊 homstring啊等等 你都可以放在一起记 这些词内部都不需要做辨析 再往下看special special叫特殊 true真实 这没啥可说 再加上看这个rebuff rebuff这个叫拒绝 这个rebuff呢 本来记的话不好记 因为它相当于reject 但是呢 你知道有一个东西 自助餐嘛 自助餐叫buffet 跟吃的有关系 buffet 所以rebuff呢 其实就来自这个buffet rere呢 就表示back 向后走嘛 就表示往后走 所以呢 这个词的本意就是 我给你一个 我给你一顿饭 然后你往后退一步 rebuff 所以隐身意思 就变成拒绝了 就来自于buff 就是给你点吃的 你说不吃不吃 就拒绝了 再往下看 这个remarkable 叫不同寻常的unusual 它一般我们加的是 正品价 remarkable 什么contribution啊 不同寻常的贡献 这种词 再往下看paradox 这个词的意思叫矛盾 相当于contradiction 就指的是这个人 言行不一致啊 表里不一致 都叫paradox 再往下cooperation 这个叫合作 来自于collaborate 这没啥可说的 好多同学都特别爱写 cooperation 在作文里面 但是你下次可以考虑 换一个 换成collaborate collaboration 这个也叫合作 这两个可以做同一替换 再往下又看到了discard 这没啥可说 我刚才说过了 immortality death and decay 这都说过了 再往下看这个dispel dispel这个词 我们说一说它 我把它拼一下 这个dispel呢 分成两块 即dis表示apart 远离 bell的pel 就表示驱散 要是有的话 驱散 这个可以叫做 dispel the smell 另外呢 它还可以指驱散 某个人的误解 驱散一个谎言 可以叫做 dispel a misunderstanding standing 或dispel a lie 都可以 再加上看friendly 要友好的 cost要成本 这都没啥可说的 再往下看 anatious comparable 这刚刚讲过了 再往下看 wain decline 也讲过了 再往下看 precarious paralous 这两个词啊 precarious 这个词呢 驱散谎言 就是趣味存真 趣味存真 就是dispel a lie 好 就是打消嘛 好 接下来往下看 这个precarious precarious就是危险 它在六九二里面 经常和一系列危险的表 搭配在一起 考同一词 比如dangerous啊 再比如说什么 hasd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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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么拼吧 对 这都表示 危险的意思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往下看 clandestine和covered 这两个词 叫totalmore clandestine这个词 你往下看 巨蟹座的section 这个第二个词 又是它 所以我们在这讲一讲 clandestine呢 这个没有什么词跟词 就没法记 但是你可以看 它的长相 你看前面有一个climb climb就是部落 拼错了 少一个r hasdust 加一个r 嗯 它本来表示部落嘛 然后这个destine呢 就表示名誉 就是表示一个人的命运嘛 所以字面一直看 就是这个部落呢 内部来决定的命运 它指就是totalmoremore的嘛 那它呢 同一词就会考covered covered这个词 其实就是cover 就是覆盖嘛 覆盖其实就是totalmoremore的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会考一些同一词 比如这个词叫 surreptitious reptitious surreptitious这个词的意思 也叫totalmoremore的 rept做四个秒 抓 sur字面 就是向下字面意思看 向下抓嘛 向下抓就是totalmoremore 鬼鬼祟祟祟 那 这个反译词呢 我们给大家写一个overt 就是把covered那个c呢 对furtive还有一个 就是把这个covered这个c呢 给它去掉 变成overt overed就是over嘛 就是暴露出来的 所以overt就是明显 covered就是不明显 totalmoremore 你要简单记的话 你就记一个secret就行了 再往下看prescriptive perspective perceptive 看错了 perceptive这个词 就来自于perceive perceive这个也是 大家应该现在 很熟悉的一个词来 叫察觉啊 感知啊 perceptive 可以感觉得到的嘛 disserting 这叫可以感觉得到的 接下来下面这个 arbitrary和volatile 你看我都给你翻译成了 善变的 它都和cobrecious 会放在一起考同一词 就指的是这个人呢 一会儿想干这个 一会儿想干那个 善变嘛 好 那这个就是双子座的 这个第四个section 我们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巨蟹座 巨蟹 座的第一个section 到了巨蟹座 第一个词 没啥可讲的嘛 usefulness 再往下看 clandestine 这也没啥可说 刚才都说完了 什么fertive啊 什么suraptitious啊 covered 这都是同一词 secret 这都同一词 再往下看 diminish 这个词意思叫减小 因为中间有个mini mini就表示小嘛 所以diminish就变小 就是什么less lower啊 reduce啊 decline 考同一词 再往下看这个 supplant supplant就叫取代 他的意思就是replace be replaced by 大家考过同一词 还有一个词呢 叫做supplement 是怎么写的 supplement 应该是怎么写 supplement就是补充的 那个词嘛 就是supplement 和supplant呢 它在有一个题里面 给你放在一起考了 所以好多同学呢 就眼神差 我们就看错了 对吧 这俩看错了 supplement叫补充 supplant叫取代 别看错了 它长得像 好 接下来看下面的reflect reflect的这个词呢 这里面写的是反应 它要考的话 reflect考三个反 一个叫做反应 比如说这个结论 反映了一个什么现象 这个可以叫做reflect 反映了一个什么想法 这个叫做反应 还有一个呢 叫做反射 对 有些东西都打出来了 反射 但这个反射 是它的本意 考的不太多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反思 所谓反思呢 它的同一词 就是思考 相当于thinking awareness 就是reflect 考三个意思 反应反射 反思都会考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这个rare 我们刚才见过了 rare特别爱考 这个时候它就表示稀有的嘛 它有的时候还表示 不平凡的infrequent 再往下看 liconic 这个词的意思叫化少 这个呢 它本来来自于一个人的人名 而是人不爱说话 所以呢 它的人名的话 就变成了化少 liconic 相当于quite reserved 这个实在是没法记 那你就可以记一记 前面和like嘛 就特别像 发音也特别像 所以like呢 就是缺少了 不说话 就化少 liconic 再往下看 下面这个话多 就是guerless guerless呢 大家把它的原型写一下吧 guerless 这么写 就是话多 刀逼刀 刀逼刀 这个也没法记 所以呢 你就直接记它一个 同一词 叫loquacious q-u-e-c-i-o-u-s loquacious 它俩经常搭配在一起 考同一词 就我记得有一个题呢 那个天空里就修饰语 和被修饰语 一致嘛 说这个人特别爱 刀逼刀 刀逼刀 刀逼刀呢 就像一个爱 刀逼刀的大叔 就是guerless 和loquacious 好吧 看来大家都有共识啊 liconic没有简洁明白 它就是话少的意思 它没有简洁明白的意思 就是话少 白说话 好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verbals 嘎嘎为什么现在变成了大叔 现在怎么又多了一个书 它自己还号称自己是中间段呢 好吧 voluble 可以算成是同一词吧 都表示话多嘛 talkative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这个anomity anomity就是anonymous 就是中间有个name嘛 所以就是默默无闻 就没有什么名气 再往下看leading 就主要的esoteric 这不刚才出现了吗 esoteric recondite arcane 和enigmatic 这都叫难懂的 你就放在一起记吧 这几个词都不是特别好记 再往下看constrained 和deter 这两个词的意思呢 叫限制 deter somebody deter这个你本来是查字典的 它叫做 就是威慑 威慑某个人 就吓唬某个人嘛 那吓唬你其实就是限制 你不让你干这个事 所以呢 它有的时候还有考一个 它的否定形式 就是undetered undetered这个词呢 字面意思看就不受 不被吓唬的 不被吓唬其实就是 不受阻止的嘛 好 再往下看expedite 和facilitate 这两个词的意思 叫加速促进 expedite 它又有一个pd做词词呢 pd做词词刚刚说 就表示脚啊 pedal脚踏板 expedite呢 就指脚往外卖 所以这个词的意思 就是加速嘛 好 再往下看irrelevant 和overwritten 这两个词啊 不太好记 它俩呢 应该严格来说 你要看中文翻译 它就不是同一词 overwritten叫过度 过度过于嘛 过度表扬 那overwritten呢 就说这个事 被过度表扬了 实际上就说 它的重要性呢 就不这么大 所以它其实就是不重要的 这个irrelevant呢 这个也不要记不相关的 它其实就是不重要的意思 就相当于unimportant呀 什么insignificant 这其实我们也强调好多遍了 比如说有一个词 叫irrelative 这也叫不重要的 这个叫不叫不相关的 就别记不相关的了 好 再往下看下面 这个必要的重要的 就是indispensable 和imperative imperative这个我说一说 imperative这个词 本来意思叫强制的 因为有一个词呢 叫帝国 imperial 这个词 叫帝国 imperial family 就指的是帝国的家庭 这个imperial呢 它其实有一个贬义 就指的是帝国主义 叫imperialism 就指的是那种 专断啊 专制的 比如说呢 日本的军队 现在当然叫自卫队了 以前呢 就是皇家帝国的军队 那个就叫imperial army 那你就会发现呢 其实在这儿 你可以看看英国人 虽然英国人有皇帝 但是他们一般都说的是 royal family 那个royal就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 这个imperial呢 它就是一个贬义词 所以帝国嘛 就是命令 所以imperative就是命令的 那命令就是你这事 非做不可 就是必要的嘛 所以它其实就是required的 那它就和indispensible 在这个意义上呢 就考了同一词了 好 再往下看这个champion和advocator 这两个都叫支持者advocate 不叫支持的意思吗 再往下看villify和belittle villify这个 我把这个词的原型打一下吧 villify 这个还挺爱考的 villify叫做谎骂骂 就是贬低骂骂 villify somebody 就是骂骂人了 好 下面这个belittle 哪个词少一个i villify少一个i吗 这个这个大家就补上吧 少一个是两个l是吧 villify是两个l吗 大家就自己补一下吧 另外还有一个词呢 就是belittle belittle也是把你看扁了 把你看扁了 其实就是瞧不起你 好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翻译里面 给大家写的 就是detract detract 嗯 一个 什么一个 没看懂 那我就不看了 我接着往下说了detract detract这个词呢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比较减少 detract from 叫做减法 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呢 叫贬低detract 叫贬低某人嘛 所以贬低者就是detract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词 shroud和canny shroud这个词就是精明的意思 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好记的办法 你就和他 把他和canny搭配在一起就行 都相当于smart呀 sharp 然后呢 这个canny呢 还有一个 搭配 叫uncanny uncanny这个 他要考的话呢 他考的是strange 这个词 的含义 s-t-r-a-n-g-e 所以你就记住就行了 canny叫聪明的 uncanny他要考呢 他里面就会带有一个strange的这种含义 好 接下来这个dogmatic 和rigid dogmatic和rigid 这我们说一下 说一下dogmatic rigid这没啥可说 这都叫僵化刻板 dogmatic呢 好的同学解释 说这跟 跟那个什么狗有关系 dogmatic 其实呢 它是dog 这个g啊 它其实是ct 就是 刻和歌呢 是有字母替换的 就比如说中文也是一样 什么难受想哭 其实你就说的是难受香菇 什么的 所以呢 dog 其实就是dog 所以有一个词叫做doctrine 这个我给大家写一下 这里得写一下 叫doctrine 所以dogma和doctrine 其实它的词源是一样的 都是doct 都叫教条 教条呢 就是刻板 那所以呢 这个dogmatic 注意哈 刚才有同学说问 是不是五段的 这个如果你要是单独在题目里面 它要是出现了呢 你就把它翻译成五段的 就行了 dogmatic 如果说呢 它搭配在一起 比如六选二 搭配在一起考读 同意词呢 基本上它就会和rigid inflexible 这种刻板的这种词 搭配在一起 好 那这个第一个巨蟹的 第一个section 我们就说完了 那从明天开始呢 我们就接着往巨蟹 做到后面讲 第二个section 第三个section 第四个section 我们就接着往下讲 这个进度还是可以的 基本上重点词 都会给大家覆盖到 那各位下课就补一补录评 再把笔记整理一下 脑袋沉了 拼一下最后几个词 最后几个词是哪个词 哪几个词 哈喽 哈喽同学 录屏我结束之后 我这边点结束上课之后 录屏就会出来 固执啊 Inflexible 什么rigid 这都叫固执 好 大家先消化一下 好 三天我们尽量给大家讲 讲不完的话 重点词汇也会覆盖到 所以你不用担心 那今天的部分呢 就先到这 各位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群里面留 对 吃鱼丸粗面 另外呢 还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你如果那个啥了呢 你这个笔记记得要是不错呢 你就积极的分享到微博上面 当然你别截个评啊 然后分享到微博上面 at我 那也太偷了 别这样 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你那个字呢 写的漂亮一点 然后呢 你可以把它弄一个电子版啊 什么的 那你at我或者at再要你命三千 我把这个再放出来一下 你at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给你发 十二录像的那个笔记本嘛 你可以挑一个颜色 好 对 只能去微博 还有同学没有微博呀 好 那这节课我们就先到这了 能往香港发笔记本吗 能啊 能往香港发呀 好 那课就先到这了 各位好好 好好复习啊 我稍微说一下 一般情况下到货三天之内就能到 如果你在内地 那如果你比较远呢 在香港 我们也往香港发过 好像一周吧 对 基本上只要是内地的城市 三天四天之内都可以到 嗯 好 那我就下课了 嗯 今天晚上呢 点词班 如果有报点词班的同学呢 还能看到我 那咱们就两个小时之后再见 五天之后 银行